都是恩典 作者思不真 写给你 本书的信息 若不能引领许多人归主耶稣 作者就必大事所望 自于父子之际 求神用圣灵的大能 照他自己所喜悦的 用他来改变千万人 无疑的 有许多贫穷人会读到这本小书 也会蒙主施恩眷顾 因此 我选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及简洁的表达方法 来撰写本书 但若是有钱有势的人 也有机会浏览本书的话 相信圣灵也会感动他们 因为本书的真理 不但学识浅薄的人可以明白 对于学识丰富的人 也一样有吸引力 还有 我巴不得在阅读本书的人当中 也能多产生一些 得人灵魂者 没有人知道 会有多少人 因本书找到平安之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 你是否为其中之一呢 有一个人在路边造了一座喷泉 又在泉边用条小链子 涮了一只小杯子 过不久 有人告诉他说 有某某名艺术家路过 对这喷泉的设计方式 大是挑剔 他听了就反问道 但是不是有很多口渴的人 取水来喝呢 他们回答说 有啊 好多的穷人 男女老 少 都从这喷泉取水之渴 他就笑着说 他一点也不在乎 那艺术评论家的批评 只盼望有一天 在炎炎夏日 那位艺术评论家 自己也会取悲而言 消暑之渴 因而感谢赞美主名 本书是我的权 也是我的悲 你尽可挑剔它 但希望你能畅饮这生命活泉 这才是我所在意的 我宁可祝福人的灵魂 哪怕它是可怜的扫街工人 或是捡破烂的 也不愿讨好君王 却不能领它归向神 你是不是抱着慎重的态度 读这本书呢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就有一个 共同的出发点了 本书的目标 就是要让慎重的你 从中找到基督与天堂 真盼望我们能一起来追寻 为此 我以祷告的心 将本书献给读者 希望你也和我一样 抱着仰望神的心 边读边求祂的祝福 神已经把这本书放在你面前 你现在也有一点时间 又注意到它 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谁知道呢 也许你蒙福的时刻 就在眼前了 无论如何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祂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我们的目标 我听过一个故事 我想是来自北方的国家 这故事说到 一位传道人去拜访一位贫富 他知道他非常穷困 想要帮助他 他手里拿着钱 前去敲他家的门 但是没有人来应门 他心想 大概没人在家吧 就离去了 后来 他在教会遇见他 就告诉他说 他一直惦记着他的需要 我去拜访你 但一连敲了几次门 都没有回答 我想你当时 大概不在家吧 先生 您是几时来的呀 大约中午时候 哎呀 他说 先生 我听见您的敲门声 真抱歉 我没有来开门 我以为是房东来催房租呢 好些穷人 都曾有过类似经验 现在 我巴望有人 听我所传的信息 所以我要先声明一点 我不是来催讨房租的 真的 本书的目的 不是要向你们催讨什么 而是要告诉你们 救恩乃是白白的恩典 换句话说 是免费的赠礼 是不必付钱的 常常 在我们切望得人注意的时候 听的人就想 哦 现在他要来提醒我当父的责任了 这人来找我 是要向我催讨我亏欠神的 但我心里明白 我实在没什么可以偿还 我还是假装不在家吧 这本书 不是要向你求什么 而是要给你什么 我们将不涉及律法 责任与惩罚 而只谈爱良善 赦免 怜悯于永生 所以 请你不要假装不在家 也请你不要耳朵发沉 或掉以轻心 我无意假借神或人的名义 来向你索取什么 我也不想从你手中 得着任何东西 但我要奉神的名 带给你们一件免费的礼物 好成为你今日 即永远的喜乐 请你打开心门 让我的呼吁能进去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主亲自邀请你与他谈论 有关你及时可得 且将维持永远的喜乐 若非向你心存恩慈 他又何必如此做呢 请不要拒绝这一位 敲你心门的主 他那双敲门的手 就是为像你这样的人 被定在十架上的 既然他一心为你好 请你就侧耳听他 来到他面前吧 请你仔细听他 让他的恩言滋润你的魂吧 也许你蒙恩的时刻 已经来到了 你就要进入新生命中 也就是天堂的开端了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读也是一种听的方式 也许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 信心也会临到你 为什么不会呢 哦 可称颂的圣灵了 愿你成全此事 是神称人为义 这是给你的信息 你可以在罗马书 第四章第五节 找到这样的经文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我要特别提醒你 注意这几个字 称罪人为义的神 我认为这是十分奇妙的话 称罪人为义 圣经里竟有这样的词句 你不觉得稀奇吗 我听说那些恨恶十字架道理的人 就是以此作为攻击神的把柄 说他竟拯救下流人 并且接纳罪大恶极的人 你看 这节圣经的确坦诚不讳地 接受此一攻击 透过他仆人保罗的口 并借着圣灵的感动 神自己带上了称罪人为义的神之弦头 他是那些不义的称义 那些不值得眷顾的人蒙赦免 你是否以为 救恩只专为好人预备 神的恩典仅次给单纯圣洁 远离罪恶的人 也许你以为你若表现得好 神就要报答你 或者你以为 也为你不配 所以 你就不可能享受他的恩惠 因此 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 称罪人为义的神 一定感到惊奇吧 你若觉得惊奇 我倒不觉得意外 因为像我这样深深经历神伟大恩典的人 也从未停止对这件事 感到惊异呢 这实在是稀奇绝顶的事 圣洁的神 尽可能称不圣洁的人为义 依照我们内心天然的行善观念 我们常津津乐到自己的良善与价值 并且深信自己里面一定有某些优点 才能赢得神的青睐 但是神能看穿一切的虚假 知道在我们里面是义无良善的 他说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他知道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 不是为寻找良善公义的人 而是要把良善和公义 加给那些没有的人 他来了 并非因为我们是公义 而是要我们成为公义 他称罪人为义 当一个律师走进法庭 如果他是公正的人 必定会替无辜的人辩护 为他洗刷冤屈 在庭上证明他的公义 律师的责任 就是替无辜的人辩护 而不是包庇有罪的人枉法 其实人没有权力 也没有能力真正使有罪的人成为公义 只有神才能行这个神迹 神 这位无限公义的主宰 知道世上没有一个正职人 是专行善事 不犯罪的 所以在他神性的无限主权里 在他永不改变的爱里 他承担了这工作 不是为叫正职人称义 而是要使罪人得称为义 为此 神安排了道路和方法 使罪人能站在他面前 按着公义被接纳 他设立了一套制度 使他能完全合乎公义地宽恕罪人 待他好像无可指责的义人一样 是的 神能视罪人 如同完全没有罪一样 他称罪人为义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是为拯救罪人 这是件稀奇的事 特别对那些蒙受救恩的人而言 更是无比稀奇 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 甚至到今天都觉得如此 神竟然称我为义 这是我所听见 罪叫人惊奇的事 我觉得若没有他全能的爱 我这个人就一文不值 不过是一堆破烂 满身罪恶 我知道并且确信 我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 因着他的恩惠 我被算为完全公义 且成为神的后子 与基督同为后子 按照我的天性 我本来是应该与最深恶极的人 同等并列的 我这完全不配的人 竟被神看待成佩的人 我所得到的爱之丰盛 彷彷彿一个敬钱的人 所该得的那样多 而事实上 我原是个不敬钱的人 对这样稀奇的事 谁能不感到惊异呢 对如此大恩 惊异 岂能不伴随感激而来呢 虽然旧恩是如此稀奇 但我要你注意 他对你我 却是垂手可得的 如果神称罪人为义 那么他也能使你称义 你不正是那种人吗 若你此刻还没有接受神 那么形容你是不属神的人 就很合适了 你的生活里没有神 你就和属神的人正好相反 换言之 你一直都是个不属神的人 也许你从来不曾 在礼拜天到教堂去敬拜神 你这辈子从来不管神的圣日 神的家和神的话 这就证明 你的确是不属神的 更可悲的是 你甚至还曾经怀疑过神的存在 并且不遗余力地 向人表明你否定的 你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 宇宙间满是神存在的记号 而你却闭上眼睛 无视于显明神大能 与神性的证据 你活着就好像神不存在一样 真的 你若能肯定地证实神不存在 你就真是高兴了 也许你以这样 我行我素的方式过活 已经有好多年了 而且也蛮习惯的 但是神不在你的生活中 因此 若说你是不属神的人 这个形容词是很恰当的 就好像称海洋为咸水一样 不是吗 也许你是另一种人 你经常注意各种宗教的表面疑问 但是你实际并不感兴趣 所以实际上还是不虔诚的 你常和神的子民见面 却从来没有遇见过神 你参加诗班 却从来不曾打心底真诚地赞美主 你活着 心中对神却没有丝毫地爱 也不理会他的命令 嗯 你也是福音所要传的对象 这福音宣告神称不敬钱的人为义 这似乎是很奇妙的 但也是你随手可取得的 他不是很适合你吗 我真盼望你能立时接受他 你若是个敏感的人 你必然明白 神那奇特的恩典 是为像你这样的人预备的 你可以对自己说 称罪人为义 那么 我岂不当被称为义 并且立刻就称义了吗 现在 让我们再进一步看 这也是必然的 神的救恩 是为那些不配的 没有预备好的人而设的 这样的声明 放在圣经中是合理的 也为就是那些 无法靠自己称义的人 才需要被称为义 我们中间 若有任何人是完全公义的 他就不需要被称为义 你觉得自己以仁至义尽 天堂几乎是你理所当得的分 那么你哪还需要救主 或神的怜悯呢 你还要称义做什么呢 你早该对这本书感到厌倦了 你不会对它的内容感兴趣的 如果你们之中 有任何人真是如此自满自大 请再耐心听我一会儿 你其实是失丧的 这就跟你现在是活人一样 千真万句 你这自义的人 你以为你的义都是自己的功劳 你存这种想法 若非欺人就是自欺 因为经上明明说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而圣经绝不骗人 不管怎样 我对自以为义的人 没有福音可传 连一句话也没有 耶稣基督自己说 他来不是为照义人 我也不打算做他所不做的事 即使我呼召你 你也不会来 所以我也不必呼召你了 不 我宁可请你睁大眼睛 省察自己的意 直到你发现 那不过是个幻觉 他连蜘蛛网一半的牢靠 都够不上 算了吧 比开他 与他一刀两断吧 请相信 那真需要称义的 就是那些自觉不义的人 他们需要主的救恩 好让他们能在神的审判台前称义 相信这件事吧 主只做必须的工作 若是没有必要 无限智慧的主 是不会去做的 耶稣从来不做表面文章 一个人已经是义的 再称他为义是多余的 这不是神的工作 而是只有余人才做的虚工 但是 要是一个本来不义的人便为义 就需要有无限的慈爱与怜悯 称不敬钱的人为义 乃是只有神才配行的神迹 事实上也是如此 现在 请看 世上 若有某位医师 发明了一种珍贵有效的药方 谁会最需要他呢 健康正常的人吗 我想不是 若是将这位医师送到毫无病患的区域去 他一定会觉得不自在 且无所事事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这不是很清楚吗 伟大的恩典与救赎之药 是为灵魂有病之人预备的 这铁药不是用健全的人 因为他们用不上 如果你觉得自己属灵上有病 这位大医生就是为你而来到世上的 如果你因为罪的缘故 完全瘫痪了 救恩的计划就是为你而设 我再说一次 这位慈爱的主在安排救恩计划时 心目中已经看准像你这样的人了 假设有一个慷慨的人 决定要宽免那些欠他债的人 显然这恩惠只有那欠他债的人 才享受得到 一个人欠他一千磅 另一个欠他五十磅 两个人都只要拿回借据 债务就算完全免除了 但是即使罪罪慷慨的人 也不能免除那没有亏欠他之人的债务 要赦免没有罪的人 这是超出了全能者的能力范围之外 所以赦罪之恩不是要赐给没有罪的人 而是为有罪的人赦的 只有罪人才需要蒙赦免 若对那些无罪之人谈赦罪之恩 对没有过世的人谈饶恕 是很荒唐的事 你是否以为自己是罪人 所以终必失丧 不 这正是你 所以能得救的原因 正因为你觉悟自己是个罪人 我才要鼓励你相信救恩 就是为像你这样的人预备的 有位诗歌作者 曾这样大胆地说 罪人是神圣的 是圣灵使他如此 耶稣基督寻找并且拯救失丧之人 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为罪人受死 成为他们的赎家 人若称自己为可怜的罪人 如果他说这话不是假谦卑或玩文字游戏 我倒十分欢喜见见他们 我会很高兴和这类货真价实的罪人 中夜促膝常谈 怜悯的客栈 对于这样的人 总是敞开大门的 无论是周间或是周末 都一律来者不拒 我们的主 不是为这想象的罪而死 凡是用其他东西 不能除净的诸红罪班 都必须用主的宝血 才能洗净 那污秽有罪的人 正是耶稣基督要来洁净的人 有位传道人 有一次 以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这节圣经做主题 传讲一篇信息 会后 一位听众对他说 你这篇道听起来 像是针对罪犯说的呢 我觉得你这篇信息 应该到监狱里去讲才合适 哦 才不呢 这人说 如果我到监狱去传福音 我一定不用这节经文 我会改用另一节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这是实话 律法是为自义的人预备的 好叫他们降杯 福音是为失丧的人预备的 好除去他们的绝望 你若没有失丧 你要救主何用 牧人用得着 去找那些从来不会失迷的羊羔吗 富人何必趴在地板上 到处寻找他从来未曾失落的银钱呢 不 只有病人才需要吃药 死人才需要复活 罪人才需要赦免 被捆绑的才需要被释放 瞎眼的才需要被启明 如果不是基于人有罪 理该受审判的前提 救主死在石架上 以及涉罪的福音就徒劳无用了 罪人就是福音 所以存在的原因 如果你是不配的 不够资格的 只配下地狱的 福音就是为你而设定 安排宣告了 神称罪人为义 我要把这点讲得清楚些 我希望 我已经做到了 但是 即使我讲得再浅显明白 还是只有主能使人想通 起先 当一个觉悟的人 发现救恩是为像他这样 失丧有罪的人而预备 必定会觉得十分稀奇 而且以为救恩 所以临到他 必定是因为他悔改了的缘故 殊不知 他之所以会悔改 其实 也是救恩的一部分 他会说 哦 现在我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了 不错 逮着救恩之后 他是会变成这样 或是那样 然而救恩临到他 是在他还没有获得 任何救恩的果效之先 事实上 救恩临到他时 他只配冠以这个贫瘠 可怜 卑下 可憎的名称 罪人 这就是当神的福音 称他为义时 他的真实情况 所以 容我劝勉那些 自以为义无良善 也就是那些担心 自己连一点好处 都拿不出来 可自荐于神的人 愿他们坚定相信恩典之神 愿意且能够接受他们这种 义无良善的本相 而且肯自动地赦免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良善 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 他不是使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吗 他不是也按时降于 给那些不敬畏神的国家 赏赐他们丰年吗 是的 甚至连索多玛也有日头 俄摩拉也有语录 神伟大的恩典 是远超过你我想象之外 但愿你能珍视他 天怎样高过地 神的意念 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能大大地赦免 耶稣基督降世 就是要拯救罪人 赦免之恩 是为有过犯的人而赦的 你不必试图修饰自己 把自己造作成 另一个模样 你只要照你的本相 来到称罪人为义的神面前 有一位名画家 不久以前画了一幅写生图 描绘他所居住的城市的特色 为了存真起见 他希望他的画中 能包括几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其中有一位清道夫 经常衣衫蓝绿 披头散发 是众所周知的 画家特地在画纸上 为他留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画家就对这位满面风霜 衣衫蓝绿的人说 可否请你明天到我的画室来 让我替你做画 我会给你一笔很好的报酬 第二天早晨 那个清道夫来了 但是很快就被打发走了 也为他洗了脸 梳了头 画了一件像样的衣服 但画家所要的 是一个像乞丐的清道夫 而不是这一个 前进整洁的人 同样的 福音所以接纳你入门 乃是因你照着 罪人的本相而来 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 你万不可等自己 有所改变才来 请立刻就来得救恩吧 神称罪人为义 这真理能将你 从目前的景况提升 从你最糟糕的处境下提拔你 就按照你遭乱的本样来吧 我的意思是说 尽管你是满身罪污 就带着你的罪孽 来到天父的面前吧 照你长麻风 污秽 赤身露体 活也不是死也不是的本相 来救耶稣吧 来吧 你这受造中的渣子 来吧 尽管你除了求死之外 什么也不敢设想 来吧 尽管绝望笼罩你 好似恶魔压住你的胸口一般 你尽管来求主 再称一个罪人为义吧 他怎么会不肯呢 来吧 因神伟大的怜民 正是为像你这样的人预备的 套用圣经里的词汇 我想不出更能强调的字眼了 主神曾称自己为 称罪人为义的神 凡按着本性是罪人的 他都可以使他们称义 领受义人般的待遇 这话对你岂不奇妙呢 你若已想通这件事 就请你莫再迟疑 是神称人为义 被称为义 被算为义是件好事 如果我们从未违反神的律 我们就不需要称义 因为我们自己早就是义了 若有一个人 一生都做到他该做的 又从来不做他不该做的 那么他就是因律法称义了 但我想你绝不是这种人 你的诚实 不容你假装自己是无罪的 所以你需要被称为义 现在 你若称自己为义 你就是自欺了 所以 千万不要尝试这么做 那不值得的 你若请和你一样的凡人称你为义 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顶多因你所失的小慧 称赞你几句 但另有些人 恐怕要因你曾对不起他们 而烦咬你一口 这些人的评估 又有何价值呢 圣经上说 神称他们为义 此话真是一针见血 这实在是个令人惊异 有值得人深思的事实 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首先 除了神以外 没有人会想到 要称有罪的人为义 他们公然背逆神 两只手无恶不作 而且愈血愈坏 有时他们会因受到教训 而暂时离开罪恶 但终究又会回复老样子 他们干犯律法 又践踏福音 拒绝连续的呼唤 继续我行我素 明顽不灵 像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蒙赦免 被称为义呢 连他们的同伴 都对他们绝望 说 这些人是没有希望了 甚至基督徒 也是抱着忧愁 而无望的眼神 看待他们 但是神却不是如此 神在创世之前 就以他荣耀的恩典 在他们之中 选招了一些人 而且一直要等到 他们被称为义 在他爱子里 得蒙悦纳了 他才罢休 经上岂不是说 与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因此你看 有些人是神定义 要称为义的 你我为何不应该 裂身其中呢 除了神 没有人会想到 要称我为义 连我自己 也不敢相信 我想别人 也是这样 不敢相信恩典 你看大树的保罗 他原来大肆 逼迫神的仆人 就好像一头恶狼 到处扑杀绵羊 小羊羔 然而神却在 大马色的路上 把他击倒在地 改变他的心 并且彻彻底底地 称他为义 以至于不久之后 这个人竟成为 自古至今宣扬 因信称义之道 最强有力的传道人 他一定常常稀奇 自己竟然会在 基督耶稣里 因信称义 因为他原是个 坚信靠守律法 行善立功 而得救的犹太人 除了神以外 没有谁会想到 要称保罗这样 迫害基督徒的人为义 然而神的恩典 是荣耀的 但是 即使有人想到 要称罪人为义 也只有神能做得到 一个人 如果没有被别人冒犯 恢复 如何谈得上赦免别人呢 假设有人 很严重地伤害你 你可以赦免他 我希望你能如此 但是除了你以外 没有第三者 可以赦免他 既然被冒犯的是你 那么赦免 也必须从你出来 如果我们冒犯 得罪了神 也只有神有能力赦免 因为我们是 得罪了神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 大卫在诗篇 五十一篇第四节说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 罪是向神犯的 所以只有他 能除去这罪 凡我们所亏欠他的 伟大的创造者 若愿意 就可以免去 他若免去 就是免去了 没有别人 只有伟大的神 我们所冒犯得罪的神 能除去那罪 所以 让我们确确实实地 来到他面前 在他手中求怜悯 而不要被人误言 叫我们向他们告诫 他们是虚假的 在神的话语里 毫无真凭实据 即使他们真是奉神的名 有资格宣告你的罪得赦 我们何不自己借着 中保耶稣基督 直接来到主神面前 寻求赦免呢 因为我们可以确知 这是正确的途径 代理式的宗教 牵涉太多的危险 所以你最好自己来面对 关乎你灵魂的事 而不要假守别人 只有神能称罪人为义 也只有他能够做得完全 他把我们的罪抛出身外 把他们涂抹净净 并且宣告 即使我们想要再回头 去寻找他 也寻不见了 没有别的原因 只因为他那无限的良善 他已经设计好荣耀的方法 能将身如诸红的罪 变为雪白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他说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他为使罪绝技 而不遗余力 古人在惊讶中赞叹 神啊 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我们现在不谈神的公义 也不谈神要如何对待 罪有应得之人 如果你坚持要以律法的条件 来面对公义的神 神的震怒必藏在你身上 以为这是你罪所应得的 送赞归于神的名 因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 对待我们 反倒以白白的恩典 与无限的怜悯来对待我们 他并且说 我要恩待你 悦难你 并且无条件地爱你 你当相信这是确实的 一位伟大的神 能够用丰盛的怜悯 来对待不敬钱的人 是的 他能够对待不敬钱的人 好像他们一直是敬钱的一样 请你仔细读读 浪子回头的比喻 看看那位满心宽恕的父亲 如何接纳迷途之返的浪子 他的爱 并没有因为浪子离家辖迹 而减少丝毫 他爱那个浪子到一个地步 连他的大儿子都极度埋怨了 但是这位父亲并不收回他的爱 无论你的罪多身 只要你回到父神跟前 他就要对待你好像你不曾犯错一样 他要算你为义 并且依此待你 对此 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只有主能这样做 我要再强调一次 除了神以外 谁会想到要称罪人为义呢 除了神以外 又有何人能做得到呢 你看使徒保罗 如何提出这样的挑战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若是神已经称人为义 那就妥当了 确定了 做对了 并且永远成为定局 我曾在某本杂志读到一篇文章 对福音和传福音者大肆抨击 基督我们基督徒竟相信这种理论 竟幻想人的罪是能除去 但这不是理论 乃是事实 这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事实 基督借着他的宝血 确实除去了罪 而神因基督的缘故 以蜀天的怜悯来对待人 赦免了人的罪 称他们为义 不是因着他在人里面看见 或预知人有什么美德 乃是因着他丰富的恩典 这是我们以往所传讲的 现在正在传讲的 并且只要一息尚存 将来仍要传讲的 是神称罪人为义 他如此做 并不觉得羞愧 我们如此传讲 也毫不愧难 称义是从神那里来的 这点是毫无疑问 如果法官已经将我开示 谁还能定我的罪呢 如果宇宙间最崇高的法庭 以宣告我为公义 谁能再给我什么罪名呢 从神而来的称义 对一个苏醒的灵魂而言 已是足以满意的答案 圣灵用他的方法 将平安吹入我们全人里面 使我们不再害怕 因着这样的称义 我们可以答复 所有从撒旦与不信者来的 吼叫与控诉 因着这样的称义 我们可安然辞世 因着这样的称义 我们将来还要复活 坦然无惧地面对最后的审判 审判大日 我必无惧 谁能以我罪状相责 既蒙我主宽扰连续 罪丹咒诅于我奈何 亲存多夫 主能除去你所有的罪孽 我可以一清二楚地告诉你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尽管你恶贯满盈 只要他说一句话 我肯 你洁净了吧 所有的污秽都除去了 主是伟大的赦免者 我相信罪得赦免 你呢 他甚至在这时刻就可以宣判 你的罪赦了 平平安安地去吧 他若这样做 天上地下及阴间 就再没有任何权势可以迷惑你 更不用说 使你在神的震怒之下了 切莫在怀疑 大爱之神的全能 虽然你也许不能赦免得罪你的人 但你岂可以小人之心 赌君子之父 以为你得罪了神 神也不能赦免你 天怎样高过地 他的意念 也怎样高过你的意念 嗯 你说 如果主真能宽恕我 那倒是个天大的神迹 真的 这的确是个超凡的大神迹 也正因为如此 神更有可能办得到 也为他行大事 不可测度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自己曾经落在 深重的罪恶感中 使我的生活 变得愁苦不堪 但是当我听见他的命令 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人 我就仰望主 立刻主就称我为义 我看见耶稣基督 为我成为罪 这一动箭给了我安息 古时那些在旷野 被大蛇咬伤的以色列人 只要仰望铜蛇 立刻就得痊愈 同样的 一旦我仰望定十字架的救主 我也得享安息 圣灵使我能信 也是我因信得享安息 我确定我已得赦免 就和我以前确定 自己被定罪一样清楚 我所以确知被定罪 是因为神的话如此宣告 并且我的良心也一同做见证 而当主称我为义的时候 同样的 也有两个见证人 给我肯定的确据 主在经上这样说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我的良心见证 我的确相信了 并且神按照公义赦免了我 所以我有圣灵 和我的良心同做见证 这两者的见证 是互相和谐一致的 哦 我多么盼望 你在这件事上 能接受神的见证 那么你很快的 也会在自己里面 有良心的见证 如果真有靠行为称义的人 那么我胆敢说 一个猛神称义的罪人 要比这样的人站立的更稳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确定 自己是否行了足够的义 我们的良心总是忐忑不安 担心自己会不会到终 还是有所亏欠 如此一来 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地 依靠一个 难免会有失误的良知 让他来判断 左右我们的感觉 但是 当神自己称我们为义 圣灵又为我们做见证 并把神的平安赐给我们时 我们就觉得大有把握 问题已经解决 可以高枕无忧了 一个人若接受神所赐 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其灵魂深处所享受的宁静 是无可言喻的 异于称义者 我们已经看过罪人如何称义 并且也明白 只有神有权称人为义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 公义的神 如何称罪人为义呢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我们从保罗的话 就可以找到完全的答案 让我们来读这六节圣经 以便明白这一章的主旨 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意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也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让我先告诉你 我个人的一点经验 当我在圣灵的光照下 深深为罪自责时 我就对神的公义 有极清晰明确的印象 罪 不管它对别人意味着什么 对我成了无可忍受的重担 这倒不是说我惧怕地狱 更正确地说 我是怕罪 我以前深觉罪孽深重 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觉得 如果神不惩罚我 我自己就会要求他这么做 我觉得全地的审判者 都应当指责像我这样的罪人 我自己坐在法官席上 自己定自己的罪 并宣判我理当沉沦灭亡 我承认如果我是神 我一定会把像这样 罪大恶极的家伙 打入地狱的最底层 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 我又考虑到神荣耀的尊名 和他道德律的尊严 我觉得我若不和公义 而蒙赦免 我的良心是不会满意的 我所犯的罪必须被惩治 这么一来 问题就产生了 神如何能又公义 又称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为义呢 我不禁门心自问 他如何能又公义 又称人为义呢 因这问题我忧心忡忡 我找不到答案 我实在没有办法 自己发明出一个 叫我良心满意的解答 对我来说 赎罪的教义 乃是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最有利证据之一 有谁能想象 这位公义的主宰 竟为不义的叛徒而死呢 这绝非人间的神话 或诗人的美梦幻想 这种戴罪的救赎法 所以为人所知 乃因为它是事实 它不可能是虚构的 它是神亲自命定策划的 不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 我年幼时 就已听见过 耶稣为人舍命 以完成救恩的计划 但我那些深处所知道的 并不比非洲蛮荒 忽腾图人知道得多 光就在我前面 但我是眼瞎的 所以主必须亲自向我解明 他给我新的启示 神已经设立耶稣 做了罪的挽回祭 以满足神的公义 我相信每一个重生的人 当他看到主耶稣 为人赎罪这个真理时 对他来说 都是一种新的启示 我终于明白救恩 是借着主代替罪人舍命 而得以实现的 并且这计划在创世以前 神就已安排妥当了 主使我看清楚 他是神的儿子 本与父神同等 同享永恒 却在远古以前 即被立约为神选民的元首 好叫他在这地位中 为他们受苦 且拯救他们 既然我们的堕落 原先就不是个人的事 因为我们是在 首先的亚当 所代表的整体中堕落的 我们就有机会 在第二个代表性的整体中 恢复原先的地位 也就是借着耶稣 神立约使他 做神子民的元首 好叫他成了第二个亚当 我看清 在我真正犯罪之前 我已经因着 第一个祖先的罪 而堕落 但可信的是 按照律法的观点 我有可能因着 第二个元首与代表 而得到恢复 亚当的堕落 留下了一个 补救的漏洞 使另一个亚当 可以除灭 首先的亚当 所造成的败坏 当我正担忧着 是否有一位 公义的神 肯赦免我时 我明白 并且因信 看见神的儿子 耶稣道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 以他尊贵的身躯 承担了我的罪 我看见 因他受的刑罚 我得了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得了医治 你是否也看见呢 你是否明白神 何以能一方面 完全公义 不烧减刑罚 一方面 又能用无限的怜民 使归向他的罪人称义呢 这都是因为神的儿子 在他超凡的荣耀 和无可比拟的位格里 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替我承担罪的刑罚 好叫神 能够放过我的罪 基督的带死 足足超过了神的律法 所规定 要把一切罪人送进地狱 的要求 让神的儿子为罪受苦 来代替整个人类受苦 这样更显出神作为的荣耀 耶稣为我们受了死的刑罚 这是何等奇妙啊 他被挂在十架上 这是人眼所见 最伟大的景象 神的儿子也是人子 挂在那里 担负了说不出的痛苦 以意的代替不意的 为带领我们归向神 这是何等荣耀的景象啊 无辜之人竟被责打 圣洁的那一位竟被定罪 有福的那一位竟被咒诅 有无限荣光的那一位 竟然羞辱而死 我欲注目神子受苦 我欲是有把握 他受的苦 已经解决了我的罪啊 若不是要免除我们的刑罚 他又何必受苦呢 既然他已免除了我们的刑罚 凡相信他的 就不用再担心了 必然是因为 已经有了赎罪的代替者 神才可以放心地赦免 而不致动摇他宝座的根基 或丝毫玷污他的律法书 至此 良心的大问题 获得完全满意的解答 神对于不义之事的愤怒 不管是那一类的不义 必然是可怕的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摩西说得好 谁晓得你怒气的全是 然而 当我们听见荣耀之主呼喊说 为什么离弃我 又看见他垂手断气 我们就觉得 因着这一个属天之人 所摆上完全的顺服 与惨然的死 神的公义 已经充分地伸张了 如果神 也必须沉浮于自己的律法之下 他还会做得 比这更彻底吗 借着赎罪之法 所摆上的功劳 已经远超过 所有人类因犯罪 而造成的亏损了 耶稣舍己的大爱 好向洋海 已经吞灭了我们如山的罪孽 因为这一位人类的代表 是无限良善的 所以无论人类本身如何不知一辜 神还是可以用怜爱的眼神 看待全人类 主耶稣基督 能够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替我们背负我们所不能背负的 来自父神的愤怒 这实在是神迹中的神迹 但他已经成就此事 成了 神因为没有顾惜他自己的儿子 所以可以顾惜罪人 神能够不看你的罪迁 因为两千年前 他已经把罪迁 加在他独生儿子的身上 如果你相信耶稣 你的罪就被这一位人类的 代罪羔羊除去了 相信主是怎么一回事呢 并不是单单承认他是神 他是救主而已 而是全心全意地信靠他 接受他为你的救主 从今以后 直到永远 以他为你生命的主 让他掌管你的一切 如果你需要主耶稣 他已经先要了你了 如果你相信了他 我告诉你 你不会下地狱了 否则基督所献的祭 就失去功效了 祭物既已经被悦纳了 而那个因献祭被悦纳的人 还是要死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信徒的灵魂 仍可能被定罪 那基督何必要牺牲呢 如果耶稣已经替我死了 我为何还要死呢 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宣告 羔羊的祭生 是为他预备的 因献 他已经按手在祭生上 而宣告是他的了 所以他可以肯定 他永不灭亡 神不会接纳了 我们名分下的祭物 却又来定我们死罪 神不能透过他儿子的宝血 施恩赦免 却又责打我们 那是不可能的 但愿你立刻就得着恩典 抬眼仰望耶稣 他是犯罪之人 得怜悯的源头 这就是迈向救恩之路的起步 称罪人为义 神称他们为义 所以 唯有如此 称义才可能 神借着神子做赎罪的祭生 而成就这事 如此 救恩之道 是完全合乎公义的 公义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可以对他 产生质疑 他成就得如此完全 以至于当世界末日临到 天地都要废去 也没有人能否认称义的国效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现在 你好不好 就按着你的本乡 进到这条救生船呢 这是死里逃生的地方 请接受这牢靠的拯救吧 我一无所有 你这么说 但是 又没有人要你拿什么来 逃生的人 那还顾得了抓取身外之物呢 赶快跳下来吧 就照着你原来的本相 底下 我想再以个人的体验为例 来激励你 我能上天堂的唯一盼望 就是建立在加略山十架为罪人所预备的救恩上 我全心所倚靠的就是这个 除此之外 我们有丝毫的盼望 你和我的情况完全相同 因为我们都没有一点点好处优点 足以自视 让我们携手一同站在十字架底下 一劳永逸地将我们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为我们的罪流血至死的主 我们都要因同一位救主而蒙拯救 如果你相信了还是会灭亡 那么我也一样会灭亡 我要怎样才能把我对福音的信心证明给你看呢 罪的释放 在这里 我有几句浅贤的话 想针对那些已经明白在基督耶稣里称义的道理 但却不能停止犯罪的人说的 我们若不成为圣洁 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安息或属灵的健康 我们必须先除去罪 但是 如何能除去呢 这对许多人而言 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老我的劣根性非常顽强 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克制他 驯服他 却总是无法制服 结果人们发现 欲是求好心切 欲是对自己失望 人心何其刚硬 意志何其顽固 情感何其善变 思想何其不稳定 想象力何其难驾驭 欲望何其狂野 人觉得在他里面 好像有一窝野兽 不但难以驯服 而且似乎很快就要把他吞噬 我们堕落的天性 可以用主对约伯 形容鳄鱼的话来代表 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爽吗 岂可为你的幼女 将他拴住吗 若有人想要用自己的毅力 去控制堕落天性的狂野充立 无异于妄想用手去抓北风 这场挣扎苦斗 比起神话中 海克利斯的苦意还极手力 他需要神的助力 我相信耶稣愿意赦免人的罪 有人说 但问题是我认罪又犯罪了 我觉得在我里面 有可怕的犯罪倾向 就好像一块石头 跑向高空 总是很快就又落到地面 我就是这样 每次参加陪灵步道会 灵就大受激励 彭佛飞升到天堂一般 但总是好景无常 过不久 又回复原来的老样子 天哪 我太容易受试探了 彭佛中了血一般 被罪诱惑牵引 又死中了符咒 无法自拔 无法摆脱自己的愚昧 如果救恩不能有效地 对付人心中的败叙 那么他就不完全 有限的可悲 人不仅要蒙赦免 更要得洁净 只能称义 而不能成胜 那怎算得上救恩 这就好像叫 长大麻风的捷径 却没有使他痊愈 赦免了叛变的行为 却仍纵容叛徒 与国王为敌 这样只是治标 而没有治本 这样 只有使我们更绝望 面对永无止境的挣扎 他也许暂时堵住 罪的溪流 但是污水的源头 愈积愈满 迟早总要泛滥掌溢 记住 主耶稣来到世上 乃是透过三条途径除罪 他要除去罪的刑罚 罪的势力 以及罪的毒根 信主之后 你可能很快到达第二层境界 罪的势力 可能立刻就被打破了 于是 你踏上第三段路程 换言之 即是要根除罪 我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天使这样形容我们的主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主耶稣来 是要除灭魔鬼 在我们里面的作为 这点 不仅在主将士时已宣告 在他死的时候 又强调了一次 当兵丁用枪刺他肋旁时 有血和水流出来 作为我们双重的医治 宝血为我们赎罪 水为我们敌净罪物 但是 如果你仍然被罪的权势与倾向 罪的天性所困扰 这里有应许给你 你要对他有信心 也为他是奠基在恩典之约中 而万有都靠此恩典之约而立 因此也是确定的 不虚晃的神 在以西节书第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你看 神说 我要 我要赐给 我要除去 这是万王之王说话的 肯定语气 他必能实现他所定义的 他的话 一句也不会落空 主很清楚 你靠自己不能改变你的心 也不能洁净你的天性 他也知道这两样他都能做 他能改变古时人皮肤的颜色 也能改变爆的斑点 听哪 也许你要惊奇 他能再一次造你 他能使你重生 这是恩典的神迹 但是圣灵就要施行这个神迹 若有人站在尼加拉大瀑布底下 仰头吩咐一声 就叫尼加拉河逆流上 是那奔腾而下的水势 回于月千刃 那就太稀奇了 除了神的能力之外 没有别的力量 能完成这件骑士 这个比喻足以表示 人要改变其天然的性情 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在神 没有难成的是 它能使你欲望的倾向 及生命的洪流倒转 使你不再远离神往下流 相反的 乃要全人归向神 力争上游 事实上 这正是主应许 要为每一个在恩约中的人 所成就的 我们从经上知道 凡相信的人 都在这约中 让我再重复一次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这是何等奇妙的应许 然而 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也都是阿们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让我们持定这一个应许 接受相信的 使之成为我们个人所拥有的 这样 这应许必在我们身上成就 叫我们年年日日 不得不欢畅赞美这奇妙的改变 就是神用他的全能与恩典 成就在我们身上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就是 神既除去我们的食心 这件事就已经成就了 一旦这件事成就 就没有任何势力 可以把他所赐的心心 和他放在我们里面的心灵 再除去 神的恩赐和选照 是没有后悔的 也就是说 神那方面绝不后悔 他绝不会收回 他已经赏赐的 你让他更新你 你就得更新了 出于人自己的改善和捷径 很快会来到其极限 也为狗所吐的 尝又回头去吃 但是 当神把心心放在 我里面的时候 他就永远在里面了 而且不会再硬化成为食心 他使他成为肉心 他也会一直保守他 从此 我们可以在神恩典的国度里 与他所创造的一切 永远欢喜快乐 再说的简单一点 你曾否听说过 罗兰希尔先生 用猫和猪做比喻 来阐明旧主的话 你们必须重生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吧 你见过猫没有 它真是爱前景的动物 长灵巧地用舌头和前掌 洗脸是身子 真有意思 可是 你曾见过猪这么做吗 没有吧 因这不合猪的本性 他情愿在泥塘里打滚 你去教猪洗澡看看 就知道多么困难了 如果猪爱前景的话 那么我们的环境卫生 必要大大改善了 你想教猪像猫一样洗澡 清理自己 那是毫无用处的 你可以勉强提它洗澡 但转眼间 它又回到泥塘去打滚 一下子又肮脏如前了 除非你把猪变成猫 那么它也许就会像猫一样 爱前景了 否则休想 假设这个变化已经完成 那么从前看为困难 不可能的 如今就太容易了 从此 这只猪可以出入你家厅堂 也可以躺在豪华地毯上了 不敬钱的人也是这样 你不能勉强他做重生之人 所乐意做的事 你也许可以教导他 给他立好榜样 但他学不会圣洁的美德 因为他不想要 他的本性 要引他到别条路上去 然而 一旦主把他变成新人 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改变太大了 有一次 我听见一个悔改的人说 要不是整个世界改变了 就是我改变了 新人的性情跟随正义 就像旧人性情 跟随错谬一样的自然 得着这样的性情 是何等蒙福啊 只有圣灵 能把它赐给人 你有没有想过 主把心心和正直的灵赐给人 是多么奇妙的事 也许你见过龙虾打架 有的钳子被打断了 后来又长出新的来 这是了不起的事 但是 更叫人稀奇的是 人竟然可以再拥有一颗新的心 这的确是个超自然的神迹 如果你看去一颗树的枝子 不久 它会再从原处长出新枝来 但你能否改变这颗树呢 你能叫酸果变甜吗 叫荆棘长出无花果吗 从自然界的现象 取辟掩喻 我们可以明白恩典的工作 人可以集结枝法改良果树的品种 但要绝对改变树本身的枝浆 还真要完全的神迹呢 但这一类奇妙的神迹 在一切信耶稣的人身上 已经成就了 如果你把自己交托出来 让主做工 祂就要改变你的本性 祂要制服你的旧天性 把新生命灌输到你里面去 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 祂就要除去你的实心 而把肉心给你 从前所有的刚硬 现在都要软化了 从前是邪恶的 现在是美善的 从前凡事都是往下坠落的 现在有个向上冲的动力了 从前像猛尸的脾气 现在变得像绵羊一样的温柔了 不解的乌鸦飞走了 带着一纯净的鸽子 鬼诈的毒蛇 被真理的脚跟踩死了 我亲眼见过太多这样 道德上和鼠灵上的转变 所以我对任何人都不灰心 如果合适的话 我可以指出好些 从前不真的妇人 现在变得如白雪一般真结 好些亵渎神的人 如今叫周围的人 因他们强烈的信仰而得福 盗贼变得诚实 罪鬼清醒 骗子说实话 鸡翘者爱人 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向人显明 他就叫人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 敬钱度日 你也要经历相同的变化 有人也许会说 我不能做这类改变 但是谁说你能呢 我们上面所引的经文 并没有说人能做什么 而是说神要怎么做 这既是神的应许 他就会成就自己所约定的 你只要相信他会成就他的应许 是 就要如此成就了 但这是 如何做成呢 这又干你何事 难道主必须把他的办法告诉你 你才能信他吗 主在这件事上所做的功 是极深的奥秘 唯有靠圣灵才能完成 烦力了承诺的人 都有责任要兑现他的承诺 神也不例外 神迹应许了这样奇妙的改变 必定要成就在接受耶稣的人身上 因他以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好 但愿你能相信 但愿你能毫不偏狭地相信 这位恩典之神不仅能 而且肯为你成就这件事 虽然这看起来 好像是不可能的神迹 但愿你相信神绝不说谎 但愿你相信他会给你心心与心灵 愿主赐你信心相信他的应许 相信他的儿子 相信圣灵 相信他 愿颂赞与尊贵并荣耀永永远远归给他 阿们 本乎恩因这信 我想请大家先特别留意神的恩典这一面 愿你们带着爱慕的心来观察救恩的泉源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这神的恩典 罪人得以蒙赦免改变捷径拯救 这不是因为他们里面存有什么 或是将来会有什么 所以才得救 而是因为神无限的爱 良善同情 恩慈 怜悯和恩典 那么 让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这水源吧 看哪 纯净的生命活水 正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神的恩典何其广大 有谁能丈量其宽阔 有谁能侧夺其身战呢 他就如神的其他属性一样 也是无限的 神充满了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也充满了良善 他就是善的化身 无边无界的良善 与爱已经进入神性的每一部分 正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人类没有被毁灭 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所以罪人能来到他面前得赦免 先记住这一点 你才不会顾此事彼 只一味专注信心 也就是救恩之路 而忽略了恩典的重要 因恩典乃是信心的根本与源权 信心是神的恩典 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主耶稣说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可见信心就是到主面前来 乃是天父吸引人的结果 恩典是救恩的第一个 也是最后的一个推动力 信心固然十分重要 仍只是恩典所使用的 重要工具之一部分而已 因着信我们得救了 但救恩却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这话就如天使常的号角 一样吹响 对于不配的人 这真是大好的信息啊 信心就如同河道或水管 恩典则是其中的水源溪流 信心是运河 让恩典的洪涛留下来滋润干渴的人们 若是运河决堤了 多么可惜 罗马附近有好些古老运河 都不能再输水入城 因为水道已经破裂 伟大的工程化为一堆废墟 景象甚是凄凉 运河必须完全没有下列 才能输送水流 同样的 信心必须是真实完整的 上级于父神 下连于己身 才能成为神恩慈倾注的宏道 滋润我们的灵魂 但我要再次提醒你 信心只是运河水道 而不是源头 我们不要过分重视 以致高举信心过于神的恩典 因那才是一切祝福的神圣源头 切记 不可将信心视为与基督同等 也不要以为信心是救恩的独立源头 我们的生命是植根于仰望耶稣 而不是仰望自己的信心 因着信 我们凡事都能做 然而这能力不是在信心里 而是在信心所依赖的神里面 恩典是具有发动力的引擎 而信心则是带动灵魂之车 运转的传动轴 由信而得的意 不是因为信心本身 具有高超的道德 而是因信心 支取了耶稣基督的公义 魂的平安 不是出于默想信心 而是从主 我们平安的源头 得着的 信心接触到主意上的穗子 能力就从它传出来 进入我们的魂中 所以你明白了吗 信心的软弱 并不会毁灭你 手尽管发抖 仍然可以接受黄金礼物 虽然我们的信心 不过如芥菜种子那么小 主的救恩 还是可以临到我们 能力是在神的恩典里 而不是在我们的信心中 电话线虽系 却能传重大的讯息 圣灵赐平安的见证 也能借着 丝线般的信心 传达人心 不管它是多么微弱 你要多思想 我们所仰望的主 而不要太在乎 我们怎么仰望 你甚至不必管 自己如何仰望 而只单纯仰望耶稣 和显明在他身上的 神之恩典 何谓信心 你们得救是本呼恩 也因着信 这里所提到的信 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信 有很多种解释 但是我所看到 大部分的定义 都是我比还没看 以前更迷糊 我们可能把信心 解释到后来 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我希望我不犯 这样的错误 信心是最简单的事 也许就因为它太简单了 反倒很难解释得清楚 信心是什么 它是由三样东西组成的 认识 相信和信靠 第一是认识 未曾听见它 怎能信它呢 我必须先知道某一件事实 才可能相信的 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我们必须先听见 才知道要相信些什么 认识你明的人 要倚靠你 认识的程度 与信心的深度 息息相关 可见认识的重要性 你们当就近我来 策耳听 就必得活 这是古先知的话 到今天 还是现代人的福音 我们要查考圣经 才能认知 圣灵是如何 启示基督 及它的救恩 我们要追求认识神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但愿圣灵 赐给你知识的灵 和敬畏主的灵 能认识福音 知道那大好消息 究竟是什么 探索他如何论到 白白的赦罪之恩 和人的心意 更新变化 人如何被纳入 神的家中 以及其他 数不尽的祝福 特别要认识清楚 神子耶稣基督 世人的救主 他取了人的性情 却还是与神合而为一 因此 他能够作为 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能够在两造之间按手 做了罪人 与审判权地者之间的联系 因此 我们务必要更多认识 耶稣基督 特别要竭力认识 基督舍命的真道 因为我们得救的信心 就直根于这个道理 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我们要认识 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要深入了解 基督戴罪 救赎之功的道理 因为从其中 犯罪之人 能得着最深的安慰 神是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信心是从认识开始 然后 我们的思想 要进一步从认识 进而相信这些事 是真的 相信神的存在 相信他垂听人 诚心的呼求 相信福音是从神而来 相信因信称义 是神在这末世 借着圣灵 越来越显明的 一个伟大真理 相信耶稣 实在是我们的神 与救主 世人的救赎者 他子民的先知 祭司和君王 这一切 我们都要当作真理 毫无疑问地接受 唯愿你能很快 进到这境界 全心相信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相信他为人所献的 既是完全的 且为神所悦呢 以至于凡相信耶稣的人 就不被定罪 你要相信这些真理 如同你相信其他的事实一样 也为一般的信心 和得救的信心所不同的 乃在于相信的内涵 你要相信神的见证 就像你相信自己父兄的证词一样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到这地步 你在信心的操练上 已有了相当的进步 但还需要另一个要素 信靠 才可以算完全 你要把自己交托给 这位慈悲的神 把你的盼望 交托在恩典的福音上 你的魂要信靠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 借着他带熟的血 敌净你的罪 接受他完全的公义 一切都完满了 信靠是信心的命脉 没有他就没有得救的信心 清教徒习惯用 倚靠这个字来解释信心 意思是倚身在某物上 换句话说 就是将你全身的重量 都全部倚在基督上 举一个更清楚的比喻 就是整个人倒下来 平躺在万古磐石上 将你自己投靠在耶稣身上吧 安息在他里面 将你自己交托给他 这样做 你就是在运用得救的信心 信心并非盲目的事 因为信心是从认识开始 信心不是出于异策 也为信心所相信的是 确定的事实 信心也不是不且实际的幻想 也为信心信靠真实的启示 将其目标盯牢在上面 这是我形容信心的方法 让我再次来试述这问题 信心就是相信基督 是他所说的那一位 并且他必成就他所应许的 然后期望他将这一切 成就在你身上 圣经说 耶稣基督是神取了人的样式 他的人格十全十美 却为了我们的缘故 成了赎罪计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圣经还说到 他了结了我们的过犯 除净了我们的罪 并且将永远的公义 带到我们的生命中 此外圣经又告诉我们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他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他已经升天进入荣耀中 为他的子民在天上掌权 他还要再来 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审判万民 我们坚决相信这件事 因为这是父神亲自做的见证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这也是圣灵所证实的 因为圣灵不仅借着神的漠视 为基督做见证 也借着各种神迹奇事 以及他在人心里动的功来证明 所以我们不得不信 这见证是真的 信心也相信 基督必要做成他所应许的 既然他应许 反来到他面前的 一个也不丢弃 那么我们若到他面前 他也必不丢弃我们 耶稣既然说过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信心就是相信 如果我们从基督得着这活水 他就必要藏在我们里面 并要从我们里面涌出来 流露出神圣的生命 无论基督应许我们什么 他必要成就 我们必须如此相信 才能从他手里得着赦免 称义 保守 与永远的荣耀 正如他曾经应许 要把这些赐给那些 相信他的人 接着是最后且必要的一步 耶稣就是正如 他自己所说的那一个人 并且他必成就他所应许的 所以 我们每个人必须信靠他 说 对我而言 他就是他所说所示的那位 并且他必在我身上 成就他所应许的 我把自己交在这一位救主的手中 让他来拯救我 我要安息在他的应许上面 相信他要做成他所应许的 这是得救的信心 有了这样信心的人 必得这永生 无论他有什么难处或危机 无论他怎样绝望灰心 无论他怎么软弱或罪恶 只要他这样相信基督耶稣 就不被定罪 并且永远再不会被定罪 希望这样的解释对你有帮助 我相信神的灵 会借此引导你即刻得着平安 不要怕 只要信信靠 就得着安息 不过 我很担心你只是知道 该怎样做就自满了 而不肯实地去行 他是有功效的信心再怎么贫弱 也比理想话好高无远 只停留在想象领域的信心 有用得多 最要紧的是 单纯地相信主耶稣 不要去管什么定义和分别 一个人真饿了 有得吃最要紧 那里还管得着什么食物的营养成分 嘴巴的构造或是消化的过程呢 他只要吃就活了 另一个人虽比他聪明 很精通营养学却不肯吃 即使有满肚子的学问 仍然会饿死 此刻在地狱里 无疑的就有许多明白信心真道 却没有相信的人 但是凡信靠主耶稣的人 没有一个会被丢弃 即使他对自己的信 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啊 请你打开心门 接受主耶稣吧 你就要得着永生 信子的人有永生 信心如何表现 为了将信心阐释得更清楚 我想再举几个例子 虽然只有圣灵能光照你 使你明白 我仍然觉得我有责任 也很乐意与你分享我所得着的亮光 并祈求主打开人盲目的心眼 为愿你也能为自己做这样的祷告 使人得救的信心 就好像人体的构造一般 信心是仰望的眼 透过眼睛 我们能把远处的景物 完全射入心中 只削用眼一瞥 我们就能把太阳或遥远的星宿 纳入心灵中 同样的 借着信心 我们也能把主耶稣 带进我们身边 虽然他远在天上 也能进入我们心中 只要仰望耶稣 就能如师哥所云 仰望定十字架的主就有生命 此时此刻 你就可找到生命 信心是抓取的手 信心抓住基督及他的救赎之恩 就如同我们身手取物一般 信心说 耶稣属我 信心一听到主的宝学 能赦免罪孽 就呼喊说 我接受他来赦免我 信心宣称受死的主 所遗赠的产业是他的 结果他们就真的归他所有 因为信心 是基督的财产继承人 他把自己 以及他所有的一切 都给了信心 所以你尽管凭信心 接受主恩 所预备给你的一切 你不是窃贼 因为你拥有神的批准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既然人只要伸手抓取 就可拥有万贯家财 那么他如果依然赤贫如洗 那就怪他自己太愚昧了 信心是享受基督的嘴巴 食物尽管很营养 仍然得吃入口中 才能滋养我们的身体 言语食乃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我们心甘情愿地 把食物吃进口里 咀嚼之后 觉得可以把它吞咽到食道中 然后他就被消化吸收 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了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因此 人所要做的 就只是把它吞下去 让它进到你的灵魂中 为怨人有更大的胃口 一个饥饿的人 看到眼前有一块肉 你不必教他怎么吃 他就会说 给我一副刀叉吧 然后就狼吞虎咽吃僵起来 人若存饥渴慕义的心 那么只要知道主的救恩 以白白赐给他 他必然会欢心接受耶稣 如果你正是这样的情形 那么切莫迟疑 接受耶稣吧 你绝不会遭斥责的 因为经上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他从不拒吃任何人 相反的 他授权给信他的人 永远做神的儿女 我们也可用人生的 各行各业为例 来解释信心 农夫把好种子埋在地里 期望他不仅能存活 而且能繁殖众多 他相信神在创世纪 与人所立的约 底还存留的时候 假设 就永不停息了 这样的信心 必得到报偿 商人把钱存在银行里 他完全信任银行的 诚实与信用 他宁愿把资金信托给别人 也觉得 比把钱换成黄金 藏在家里的保险柜里 稳妥 谁手投身海洋中 当他游泳时 他必须把脚抽离地面 才能浮在汪洋之上 如果他没把自己 全身投进水中 他就不能游泳 野金将把贵重的金属 放入熊熊烈焰中 当他把这金属 从火炉里取出时 他已被烈火炼成精金 不管你走到那里 处处都可看到 在人与人 或人与自然律之间 无时无刻不再运用着信心 既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实实在运用信心 我们岂不更当信靠 显明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神呢 因为个人对救恩的认识 及体验的深浅 有所不同 信心在不同的人身上 显示的程度也互异 有时信心不过就是 单纯的依附基督 觉得需要依靠他 也愿意依靠他 你在海边行走 会看到礁石上 黏附着许多冒贝 你捏手捏脚地爬上礁石 用竹竿敲至软体动物一下 他立刻应声掉落 你以同样的方式 再打他旁边的 另一只冒贝看看 因为他听到 你击打了他的邻居 得到警示 就尽一切力量 紧紧依附着礁石 不论你怎么拨弄击打 都打不拉他 你尽管一打再打 把礁石都打裂了 他还是紧紧依附在礁石上 这样的一只帽贝 不过是没有什么大脑的低等动物 但是却有单纯依附的本能 他不懂礁石形成的地质原理 但是他只要找到可依附之物 就紧紧攀住不放 这就是他仅有的一点知识 但已足够做安全保身之用 攀住礁石 帽贝就有生命 仅仅依附耶稣 罪人就得存活 许多神的子民 信心就只有这么一点 他们只知道 全心全意依靠耶稣 这就很够了 足以换得此生的平安 和永恒的生命保障 对他们而言 耶稣基督乃是强顾 大能的救主 永不动摇 永不改变的磐石 依附着他就有生命 光只有这依附的动作 就带来拯救 你连依附都不会吗 切莫迟疑 赶快试试看 一个人敬仰佩服 另一个比他优秀崇高的人 进而信任依赖他 由此就看出他对此人有信心 这是比较高一等的信心 也就是知道自己 何以会去依附 依靠某人的信心 我不认为帽被依附礁石 是由于他对礁石有什么认识 但随着信心滋长 他会愈来愈机敏 一个瞎眼的人信赖他的向导 也为他知道他的朋友眼睛看得见 信任由他带路十分稳妥 所以就毫不犹豫的 向导怎么领路 他就怎么跟 如果此人是个天生的瞎子 从来不知道视觉是怎么一回事 但他知道有些人是有视觉的 起码他的朋友就有 因此 他就放心地把手 叫在那看得见之人的手中 顺从他的引导 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这是一种绝佳的信心 我们知道耶稣拥有我们所没有的美德 全能及恩惠 我们就甘心乐意地信靠他做我们的向导 我们信靠他就如瞎子信靠领路的人一样 他不会让我们的信靠落空 相反的 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救赎 每个小孩上学读书 都要运用信心 老师上地理课时 叫他地球的形状是椭圆的 在某些地区 有某座大城或国家 这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事是真是假 只因为听见老师怎么说 书本上怎么记载 他就信了 你若要蒙拯救 也得对基督存着这般单纯的信心 你知道 也为他这么告诉你 你相信 也为他向你保证事实是如此 你信靠他 也为他应许你 只要信 必然得救 其实 你我所有的知识 几乎都是透过信心学的 科学家宣布 有什么科学发现 我们就确信 我们凭什么相信 我们信的依据 乃在那些生育卓著 博学多文之科学家的权威 我们从未做过或看过他们的实验 但我们相信他们的实验结果 你对耶稣的态度 也当这样 也为他教导 启示你某些真理 你就成为他的门徒 相信他的话 也为他曾行了某些异能 你就成为他的信徒 崇拜信靠的 他比你超越不知多少倍 又乐意做你的教师与生命的主 只要你肯接待他和他的话 你就必得救 另一种更高层次的信心 就是由爱滋生的信心 小男孩为何信赖他爸爸 无他就是因为他敬爱爸爸 基于爱慕耶稣而信靠他的人 实在喜乐而蒙福 因为那是一种满有安息的信赖 这类爱慕耶稣的人 敬仰他的完美性格 对他的吩咐也欣然顺从 他们对耶稣身上所流露的慈爱 感动得五体投地 他们是如此仰慕他 崇敬他 爱他 要他们不信任他 简直不可能 底下 我们可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人 对救主这种爱慕的信靠 假设当今一位最杰出高明的医师 他的太太 罹患了一种可怕的病 而且病得非常严重 但是他的丈夫 刚好是这种病的专家 有曾一好许许多多 患这种病的人 你想这位太太 会不会很焦虑恐慌呢 不会的 她一定很镇静放心 毫无疑惧地接受 丈夫的诊治 不仅因为她医术高明 更因为她是她亲爱的丈夫 在此 技术与爱心 以最高的层次 融合在一起 她的信心是合理又自然的 因为无论从那个观点来看 她的丈夫都配得她的信赖 这也是最喜乐的信徒 对基督所存有的信心 世上没有像她这样全能的一生 无人能像她一样施行拯救 我们爱她 她也爱我们 因此 我们全心全意将自己交托在她手中 领受她所教导的一切 遵行她所吩咐的一切 既然她是我们的引导者 与生命的主宰 而她又深爱我们 不会让我们灭亡 或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对她的嘱咐与指示 就毫无疑虑 信心是顺服之根 这点从日常生活中 也可获得名证 船长若信任她的领航员 能安然将船驶入港口 他必照着领航员的指示 来驾驶船 行路的旅人 若相信她的向导 能令她走过艰险的爱道 必然会跟从向导 所指示的路径去行 病人若信任医生 必小心遵照她的指示 服用药物及疗养 拒绝顺从救主命令的信心 乃是虚假的 不能救她的灵魂 我们信靠耶稣要拯救我们 他也指示我们得救之路 我们必须遵照这些指示去做 才能得救 切莫忘记这点 你要信靠耶稣 并且借着遵行她的命令 来表明你对她的信靠 有一种宝贵的信心 是由确切的认识而产生的 而这确切的认识 则是在恩典中增长的结果 这种信心就是以事实证实 她的信实永不改变 因而认识她 信靠她的信心 以前有一位老姐妹 读经的时候 习惯在经文旁边 住上T和P P代表神的应许 T代表她已试验过 并证明神的应许是可靠的 要信靠这么一位 经得起考验 又证明是信实的主 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也许你现在还不能 但随着你灵命与体验的增长 你会越来越信靠主 毕竟 任何事都得有个起点 也许你开始时信心微弱 但迟早你的信心会与日俱增 越来越坚强 成熟的信心 不需要看得见的记号表象 就只是大胆地相信 老水手的信心就是这样 我常常打心底佩服他们 你看她松开揽绳 起毛离岸 向无垠的大海扬帆而去 一连好几天 好几星期 或甚至好几个月 她看不到另一片翻影 也看不到陆地 然而 她仍毫不惧怕地继续航行 披星带月 风雨无阻 直到达她的目的地那个港口 在茫茫汪洋中 她是如何摸索方向的 她所靠的就是罗盘 航海立书 天上的星宿及望远镜 虽然一连数月 她看不到陆地 但顺从这些仪器工具的引导 她正确无误地安抵港口 不靠眼见 在汪洋中航行 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在灵城上也是这样 能够完全脱离眼见及感觉的陆地 向心里的感受 凭据 记号等等挥手告别 杨帆是向神慈爱的汪洋上 相信神及圣经 神的话 必引导你安抵天界 这是何等蒙福 荣耀的信心呢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对这种人 至终都会有宽阔的海港 为他们敞开 一路上也必安全无余 你肯不肯信靠神 信靠耶稣基督呢 我因信靠主 而满有喜乐平安 请你与我 一同来信靠父神及救主吧 立刻就来 何以因信得救 为何信心被选作救恩的导管 无疑的 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这信 确实是圣经的教义 也是神的旨意 但为何如此呢 为何唯独信心 被选作救恩的导管 而非盼望 仁爱 或忍耐呢 我们回答这样一个大问题时 理当心存谦卑 小心谨慎 也为神的道路深奥难测 也不容许我们健忘的加以置疑 我们只能就我们所知的 谦卑的回答说 信心所以被选为救恩的导管 主要是因为信心 具有接受的功用 假设我打算把钱送给某个穷人 我必然把钱交在他手中 为什么 我总不能把钱放进他耳朵里 或放在他脚上吧 手被造 就是用来接受取用东西的 同样 在我们心智的构造上 信心的功用是作为接受者 它是心智的手 因此也是最合适用来领受救恩的 让我举例说明的更清楚一点 接纳基督为救主的信心 乃何小孩从你手中接受一只苹果一般简单 你把抓着苹果的手伸过去 应许只要他过来拿就给他 小孩相信也伸手过来拿 苹果就是他的了 信心与救恩的关系也差不多是这样 小孩的手接受苹果 正如你的信心接受基督完全的救恩一般 小孩的手无法创造苹果 改善苹果或理当得着这苹果 他只是接受的 神拣选信心做接受救恩的管道 乃因他不会假装他能创造救恩 或企图添加给他什么 他只是单纯谦卑的领受 信心是祈求赦罪之恩的舌头 领受赦罪的手 看见赦罪的眼 但绝非购买赦罪的代价 信心从不为自己要求什么 一切只有依靠基督的宝血 信心是个最顺从的仆人 听命地把主耶稣的丰盛救恩 转交给灵魂 他承认这些丰盛的恩典 是由谁而来 也承认是神的恩惠 委托他如此做的 无疑的 信心所以被选上 也因为他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信是本乎恩 也为本乎恩 所以毫无可夸 神最厌恶骄傲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他不愿接近这种人 他也不愿让救恩给人留下可知自傲自夸的余地 保罗说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信心排斥自夸的杂志 领受施舍的手不会说 人应该感谢我替他接受礼物 那太荒谬了 手把面包放进口中 也不会对身体说 谢谢我 因为我喂你 手的功能非常简单 但却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 他不会因此 而邀功自豪 神选择集信心 来领受他那难以延宣的恩典 乃因为信心 不会归功于自己 相反的 会更仰慕次人一切好处恩惠的神 信心把荣耀的冠冕 加在万王之王头上 因此主耶稣也把冠冕加给信心 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另外 神拣选信心做救恩的导管 也因为他是将神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可靠办法 当人信靠神时 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结合点 这结合能带来祝福 信心能救我们 乃因为他能使我们依附神 从而使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 我常常在说明这点时 引用下列这个例证 几年以前 有一条船在尼加拉瀑布上翻覆 船上的两个人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岸上的人赶快抛下绳索抢救 两个人都抓到绳子了 一个紧紧攀着 终于安然被救上岸 但另一个后来看到旁边有一块浮墓 就不智地放掉绳索 攀住那块浮墓 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大 比较稳妥 结果那块浮墓 连同那个人都被冲下万丈深渊 因为在浮墓与岸边之间 没有任何联系 浮墓再大 也不能给抓住他的人 带来什么好处 除非他与岸上之间 有联系的绳索 才可能带来安全的保障 因此人若依靠自己的行为 宗教遗文或其他的东西 却与基督毫无关联 那么他还是不会得救 即使信心微弱如一条细线 但只要与岸上大能之神的绑壁 联系在一起 无限的能力 就会从这条连接线传过来 而把这人拉出灭亡的深渊 哦 信心之所以蒙福 就因为他将我们与神联合一起 信心之所以蒙拣选 也因为他触及行动之权 即使最平凡的事物 追根究底 仍是某种信心在发动 我甚至敢大胆地说 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是根据某种形式的信心 我在书房渡步 因为我相信我的两条腿 能带动我 人吃东西 是因为他相信食物的必要性 人工作 也为他相信金钱的价值 他肯接受支票 也为他相信银行必会兑现的 哥伦布发现美洲 也为他相信在大洋的彼端 有另一个新大陆 第一批拓荒者 殖民这片处女地 也为他们相信神 会与他们同在 古往今来许多丰功伟业 都是诞生自信心 不管其动机是善是恶 信心在拥有他的人心中 行了奇妙的工作 自然淳朴的信心 弥漫于人类所有的行为之中 甚至那讥讽基督教信仰的人 也可以说他是在运用最大的信心 虽然这种信心的本质是邪恶的 事实上 他常常是落在清信的光景中 即使不致自取羞辱 也荒谬得可笑 神把救恩赏给信心 也为借着在我们里面创造信心 他触摸到我们的情绪 及行为的主要动脉 他已掌握到电源 就可把圣洁的电力 输送到我们性情的每一部分去 我们一旦相信基督 我们的心就被神占有 因而我们也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 心被恩赶 而能悔改 便为圣洁 热心追求 恳切祷告 全心奉献 做种种善功 信心之于圣弓及福士 就如润滑油之于车轮 钟摆之于钟 鱼翼之于飞鸟 翻遍之于小舟 有了信心 一切恩典 都将远远而至 信心更具有爱的动力 它能促使人渴慕神 爱神 将人的心引进美善的事物 相信神的人 必然毫无疑虑地爱慕神 信心乃体量 了解地表示 它也是从人的心底发出 也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神将救恩赏给信心 乃因为它是爱的锦铃 与爱息息相关 而爱 正是每一种神圣情操 及行为的父母 及保姆 对神 爱就是顺服 对神 爱就是圣洁 爱神又爱人 才合乎基督的样式 而这正是救恩 此外 信心 也能孕育平安与喜乐 拥有信心的人 必然满有平安 祥和快乐 喜悦 而这乃是 进入天堂的预备 神将一切属天的恩赐 都赏给信心 基于此 及其他种种原因 信心能在我们里面 带出将来 要永远显明在那更高 更美世界的生命与灵 信心为我们装备了 在金氏征战的武器 也提供我们迎接来生的教育 它使人能毫无惧怕的生活 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 它装备人有所行动 并忍受痛苦 所以主才拣选 它做施恩于我们 保守我们进入荣耀的 最方便媒介 当然信心 能为我们行出 其他任何事物 都无法行的大事 它带给我们平安喜乐 引领我们进入安息 既然如此 人何必再凭借其他途径 去获取旧恩呢 有一位老传道人曾说过 主人吩咐仆人去开门 愚昧的那个 用肩顶住的 使出全力想推开的 但门仍是纹丝不动 不管它费尽多大气力 它就是进不去 聪明的一个则不费吹灰之力 拿出钥匙 打开了锁 立刻登堂入室 凡是想凭自己的 努力得救的人 再怎么用力推天堂之门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信心才是那把 开启天门之药 你肯不肯启用这把钥匙呢 神命令你要信靠 它的独生爱子 你若照着做 你就得永生 这岂不就是福音所应许的吗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你岂有理由反对这条 能引你领受 大爱之神的怜悯 与智慧的救恩之路呢 我不能做什么 当焦灼的罪人 接受了赎罪的教义 有明白因信耶稣 而得着救恩的伟大真理之后 他可能会常常为自己 没有能力行善 而气馁不已 许多人在挣扎中呻吟 我不能做什么 这不是借口 乃是他们每天都附和的心理重担 他们很愿意有所作为 无奈做不到 他们每一个都打心底 如保罗一样感叹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种感慨 似乎是整个福音变得空洞无效 因为食物固然对身体有益 但饥饿的人吃不到 又有何用处 生命之权再怎么清凉甘甜 甘渴的人饮不到 又有何注意 从前有个故事 说到一位医生和贫富之子 这位睿智的医生告诉妇人说 他的小儿子接受适当的治疗 病情会很快好转 但是他的小儿子必须每天定期喝一点最名贵的酒 并到德国有名的温泉区去敬养一段时间 这样的建议 对一位连填饱肚皮都成问题的寡妇而言 简直是风凉化 同样的 信而得生的福音 有时候对一颗愁苦的心而言 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因为他要求罪人做他做不到的事 对那些真正觉醒 但对真理还一知半解的人 其中似乎还缺了一环 彼端是耶稣的救恩 但如何才能得到呢 他们的灵魂没有力量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避难之城就远远在望 可惜不得其门而入 人这种无助无力之感 在救恩计划里 是否有周全的解决之道呢 有的 主的功绝对是完全的 他其实就接纳我们的本相 终了也不要求我们做什么 当好撒玛利亚人 看到那个倒在路旁 垂危濒死的旅人时 他并没有叫那人自己站起来 走向他 爬上驴子 自己朝旅店奔去 不 他乃是走到他身边 用鱿鱼酒为他疗伤包裹好 扶他骑上牲口 带他到旅店去照应他 在我们最落魄可怜的情况下 主耶稣也是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在前面几章已探讨过 神称义 神称罪人为义 神透过人信靠耶稣的宝血 而称他们为义 现在我们要再来看看 当耶稣施行拯救时 罪人究竟处何情况 许多觉醒的罪人 不仅身为自己的罪痛悔 也为自己道德上的无力感到沮丧 他们无力将自己从淤泥罪渊中提拔出来 在未来的日子 也无法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他们不仅为自己已经做的懊悔 更为他们有心振作 却办不到的事实难过 他们觉得自己无力 无助 在属灵上形同朽目死灰 说他们觉得自己虽生有死 也许很奇怪 但事实是如此 他们在自己的看法中 根本毫无行善的能力 他们连外部踏上通往天堂之路 都觉得艰难 因为他们的骨头都破碎了 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 事实上 再勇敢的人也无力 然而可幸的是 由于神对我们的爱 圣经说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在此我们看见 自觉无助的人 因主耶稣的介入 而得助力 我们的无助 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圣经不是说 在我们比较软弱时 基督为我们死 或者 在我们只有一点点力量时 基督为我们死 圣经所说的乃是斩钉截铁 浅浅翠翠的一句话 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我们本身没有一点力量 可帮助我们取得救恩 主的话真确而有力 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底下我要进一步阐明这点 提醒你 主是如何在我们死在 过犯罪恶之中时 就以何等大爱来爱我们 活着而无力 至少总比全然死亡 要好一些 可怜无助的罪人 必须持定的一个信念 坚守的一个盼望 就是主的保证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相信这点 一切的无力感就会消失 就如童话故事的 米达死亡 能将手碰触到的东西 都变为黄金一样 信心 也能将他所触摸到的一切 都变为美善 我们的需要与软弱 一旦让信心经手处理过 就变成祝福 底下 让我们来探讨 缺乏能力的几种情形 首先 有人也许会说 先生 我根本没有能力集中思想 专注于这些 关乎我得救的严肃话题 甚至简短的祷告 对我都是件难事 这部分是因为我天然的软弱 部分也因为我酗酒过度 并且太为属世的牵挂烦恼 因此 我没有清新的头脑 可以思索这些 与灵魂得救 密切相关的严肃问题 这是常见的一种 因罪而有的软弱 注意这点 在这方面 你好无力量 但不要气馁 有许多人都和你一样 他们无法做逻辑性的 深思长考 吸收不了旧恩之道 许多贫富贫富 没受过教育 是彻底的文盲 对这种人而言 深入的思考 是一件辛苦的差事 另有些人生性肤浅浮躁 无法听进长篇大论 或做复杂的推理 就像他们无法振持翱翔一样 即使他们附上毕生的努力 恐怕也无法参透任何奥秘 但是你无需为此感到绝望 因为欲获得救恩 所需要的不是逻辑推理 或深奥思想 而是单纯的信靠耶稣 请抓住这个事实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这个真理 不需要你做任何艰深的研究 复杂的推理 或折负人的辩论 这节经文清楚呈现在你眼前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你只要把心思集中在这点上面 心无旁骛的思想 让这个伟大荣耀 满有恩典的事实 存留在你的心中 直到它弥漫你所有的思想 喜乐满意你心为止 虽然你自己毫无能力 但知道主耶稣 已成为你的力量与师哥 他已成为你的拯救 你就喜不自胜 根据圣经的记载 基督是在罪人 还软弱无力时 就为他们舍命了 也许这话 你听过好几百次 但你始终不曾详查其含义 其实它里面含有极奇妙的深意 耶稣不是为一人死 而是为罪人舍命 他来拯救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他拯救 而是因为我们全然不配 败坏 无可救药 他来到世上 不是因为在我们身上 有什么可称道的良善 而单单因为他看见我们的绝望无助 就动了慈心 基于其身后大碍 他在时候到了 就为罪人 而非虔诚的义人而死 因为他们的处境 是那般无助而绝望 尽管你不大爱用头脑 也请你集中一下心思 莫想这个宝贵的真理 就是这么浅显明白 你只消费一点点心力 就能领受 它又是这么美好的信息 能振奋最沉重的心灵 好好咀嚼这段经文 让它如甘美的食物 留在你口中回味 直到它融入你心灵 渗透你的思想 这样 即使你的思想 涣散如秋叶 也无关紧要了 甚至从来没有 接受过科学熏陶 以毫无创意灵感的人 也能完全领受 十字架的道理 从而得救 你为何不能呢 有些人的难处 也许是另一种 哦 先生 我所以缺乏能力 主要是因为 我无法真正的悔改 人们对于悔改 往往抱着 奇奇怪怪的想法 许多人以为悔改 就必须痛哭流涕 呼天枪地的哀嚎 表现深沉的绝望 他们是从那里获得 这类荒唐想法的 不信与绝望 既然都是罪 怎么可能成为 蒙神悦纳的悔改要素呢 但是 就有许多人 使之为基督徒 得救经验的必要成分 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过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因为我以前 现在黑暗中的 那段日子 也常常有 类似这样的想法 我渴望能真心悔改 但另一方面 又觉得无能为力 事实上 我一直都在悔改中 这种说法乍听之下 也许很奇怪 我觉得我没有感觉 我常常坐在角落里 为我不能哀哭而哀哭 为我不能为罪 伤痛而伤痛 这是何等颠三倒四的 混淆思想啊 但是 当我们还不信的时候 我们就是常常论断 自己所处的光景 这就好像瞎子 瞪是自己的眼睛一样 我的心因惧怕而融化 因为我总以为 我的心刚硬如玩石 我的心破碎 因为我想 它是不可能破碎的 如今我才明白 其实我一直都在表现 我以为我没有的东西 但那时 我根本不知自己 究竟置身何处 真希望我能帮助那些 与我同样迷糊的人 进入我目前 所享受的明光中 我乐意点醒他们一件事 以缩短其困惑的时间 以下我要用最浅白的话 对这样的人解释 但愿劝卫师 能将他们 带进读者的心中 记住 那真心悔改的人 永远不会对自己的悔改 感到满意 我们无法悔改的完全 就像我们无法活的完全一样 无论我们的眼泪 多么纯净 其中仍一定有些尘埃 无论我们怎么彻彻底底的懊悔 仍然还有一些事情 潜藏在那里 尚未悔改 但是请听着 悔改乃是改变你对罪 对基督 对神的看法 在心意变化当中 会有伤痛 但重点在调转心意 离开罪恶归向基督 如果你有这类转变 即使没有激动的情绪 没有绝望的阴影笼罩你心 你仍然可以说是 已经真正悔改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 不能真心诚意地悔改 那么只要你能坚信基督 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必对你大大有帮助 请你反复思想这点 当你知道基督 出于无限深爱 为罪人死 你如何能继续刚硬着心肠呢 你可以这样与自己理论 虽然我是罪人 虽然我心刚硬如铁 不肯懊悔 任我怎么垂打亦无用 然而基督肯为我这样的人舍命 我相信这事 就感受到一股力量 留住到我的铁石心肠中 请将心中的其他杂念 暂时病除 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坐下来静静想一想 基督为罪人死 这是何等神圣崇高 超乎人所能想象 无与伦比 人所不配得的大爱 翻开四幅阴书 仔细研读主 为罪人受死的景象 看耶稣如何忍受 种种羞辱 痛苦 折磨鞭伤 而他忍受这一切 都是为你我这般 冥顽不灵的人 看到此 你刚硬的心 能不融化吗 哦 耶稣 跪在你十架之前 我不禁留下感激之泪 眼看你那伤痕累累 昏迷低垂的头 以及你所忍受的哀伤 见那层层低下的鲜血 从你破碎身躯流淌 我那原本刚硬如铁的心 不得不融化 我听见你为罪人祈求 为顽应之人忧伤 你为罪人舍命 而我这个罪人站在这里 在你逐渐黯淡的目光下 看清自己的罪 被你那满是钉痕的手带长 雷 帕摩尔 十字架就如摩西鸡盘出水的那根神奇木杖 如果你真了解耶稣舍命的神圣意义 你必然会为自己曾遇这位满有慈爱的主敌对而敖会 圣经说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杂的 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丧长子 悔改 不会使你看见基督 但看见基督 必会使你悔改 你虽无法从你的悔改 酿造出基督 但你必须即仰望基督 而寻求悔改 感动我们回转向基督的圣灵 也会帮助我们调转脚步 脱离罪恶 因此 请将你的眼睛 从结果转而注目原因 从自己的悔改情况 转而注目主耶稣 他升到高天 要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我又听见另一些人抱怨说 我常被可怕的意念骚扰 无论我走到那里 亵渎神的意念 都会偷偷潜入我的心思中 有时我正买手工作 突然就会有个可怕的暗示 闯进我脑海 甚至当我躺在床上休息时 也常常被邪恶的耳语惊醒 我怎么也无法摆脱 这可怕的试探 朋友 我知道你的意思 因为我自己 也曾经被这只恶狼骚扰过 人若想要制服魔鬼 所煽动的欲念 那就有如灰刀 与成群的苍蝇战斗一样突然 一个被邪恶的欲念攻击试探的灵魂 就好像被成群凶猛的蜜蜂袭击的可怜人 他的头耳朵全身都被叮咬 他既赶不走蜜蜂 也脱不了身 眼看就快被叮死了 如果你觉得 你无力制止 撒旦侵入你心灵中的 这些邪恶可怕的思想 我不会觉得奇怪 但我要再提醒你 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主耶稣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 也知道我们应该处何境地 他看见我们无法胜过 那在空中掌权的邪灵 也知道我们深受他的骚扰 但即使在这时候 在我们无法自拔的情况下 基督就怜悯我们 为罪人而死 因此 将你信心地 锚拨在这真理上吧 魔鬼不能控诉你是罪人 相信主耶稣 以为像你这样的人受死 你听说过马丁路德 如何以会剑 斩掉魔鬼的头吗 哦 魔鬼对马丁路德说 你是个罪人 马丁路德回答说 不错 但基督受死 就是为拯救罪人 说着 一剑击打恶魔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请藏身在这避难所中 且永远留在那里 只要你站在这真理之上 你以前所不能驱散的 亵渎意念 自己会消失无踪的 因为撒旦终究会觉悟 他用这些试探来折磨你 乃是徒劳武功的 你所增厌的这些思想 本来就不是你的 而是魔鬼灌输给你的 所以 该为之负责任的 应当是他 而不是你 如果你正奋力抵抗他们 他们就不是属于你的 就如街上那些 恶徒粗憾的咒骂声 与欺诈行为 与你无干一样 魔鬼想利用这些邪念 逼你坠入绝望之冤 或者至少借此拦阻 你信靠耶稣 那个病重的可怜妇人 无法接近耶稣 也为人群拥挤 挡住去路 你的情况也一样 由于邪念汹涌 使你无法倾心接近主 但是那妇人仍然不气馁地伸出手去 想办法摸到耶稣外袍的碎子 结果她的病立刻的医治 你也可以这么做 耶稣为那些干犯一切的罪和亵渎的人而死 因此 我敢确定 她一定不会拒绝那些 不由自主为邪念所俘虏的人 投靠耶稣吧 将你全人 包括你的心思意念都交透给她 试试看这位大能的主 能否救你 她能平息魔鬼的可怕而语 或者她能教你认清其真实面目 以后你就不会再受其困扰了 主必能且肯以她自己的办法拯救你 至终会赐你完全的平安 这点你绝对可以信得过她 可悲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 有些人声称他们的软弱 乃在于没有能力相信 我们常会听到这类呐喊 唯愿我能相信 如此 一切就都容易 我愿胆不能主啊 救我 我的帮助须由你而来 许多人常年困守在黑暗里 据他们所说的理由 是因为没有力量放弃一切 安息在主耶稣里面 其实 相信之事是很奇怪的 人不太能靠挣扎 努力而试着去信 信不是极努力尝试而来的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会对他说 我会试着去相信他 因为我若相信这人说话诚实 他告诉我的那件事 又是他亲眼看到的 那么 我一定立刻接受他的说法 相反的 我若认为此人不足信赖 那么当然我不会信 他所瞎扯的那一套 但不管怎么样 这其中都不含常识的成分 现在 神既然宣布在基督耶稣里有救恩 我一或立刻相信他的话 一或不信他 认为他说谎 就这事而言 究竟那一种选择是正确的 你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 因为神的见证 必须是真确的 我们也应该立刻相信耶稣 但很可能 你就是这种把信看得太复杂 太困难的人 不要太好高无远 只要能把握住一个信念 相信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这个真理就够了 在人还不相信他 没办法相信他的时候 基督就为人舍命了 他不但为信徒死 也是为罪人死 他来 是为叫这些罪人 变成信徒和圣徒 但在他为他们舍命时 他乃是他们是全然软弱无力的 如果你相信基督为罪人死 你的信就能救你 你也可平平安安地去了 如果你愿意把灵魂交托 给这位为罪人死的耶稣 即使你不能凡事相信 或有一山倒海的信心 或行其他歧视 你仍然是得救了 使人得救的是真信心 而非大信心 救恩不在信心大小 而在信心所信靠的基督 小如借菜重的信心 也能带来拯救 重要的不在信心多寡 而在信心是否真诚 人当然都能相信他 且认为是真实的事 既然你知道耶稣是真实的 你就能相信他 十字架不仅是信心的目标 同时 因着圣灵的能力 也是信心的根本 请静坐下来 注目受死的旧主 直到信心 油然自你心中生发出来 没有一个地方 像加略山的十字架那样 能使人生发信心 从这座圣山吹下来的清风 能给颤抖的信心 带来健康的气息 许多注目此山的人都说 当我注目你在被咒诅的石架上 手边伤哀痛断气 主啊 我觉得我心真相信 你是为我忍受这一切 哎 另有些人如此哀叹 我的难处在 我无法摆脱罪 我知道我不能带着罪上天堂 我很高兴你知道这一点 因为这是正确的 你必须离弃罪 否则你不能与基督联合 这是我回想起年轻的本人约翰 有一次主日在外野游 突然有个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 你宁愿保有罪恶 下地狱 还是宁愿离弃罪 上天堂 这一问使他愣在原地 但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必须回答 因为人不可能一边犯罪 一边迈向天堂 这是势不两立的事情 你一或离弃罪 一或放弃盼望 你只能两者则一 你是否这么回答我 是的 我很愿意 但我心里固然愿意 却不知怎么做 罪挟着我 我根本无力摆脱他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摆脱罪 那么这节经文仍然适用于你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你可以相信这件事吗 即使其他事物 似乎都与之冲突矛盾 你仍然相信他吗 神是这么说 这就是事实 因此 牢牢抓住他吧 因为你唯一的希望 就维系在此 相信这点 并信靠耶稣 你很快就会获得能力 宰杀你的罪 但是离了他 这名全身披挂整齐的恶者 就要永远压迫你 做他的奴隶了 就我个人而言 我永远无法胜过自己的罪性 我努力尝试 却屡一屡失败 我的邪恶习性 实在多得不胜负荷 直到有一天 我信基督为我死了 我才把这个有罪的我交给他 立刻 我获得一种得胜的力量 使我能克服罪恶的老我 十字架的道理 可以用来杀死罪 就如古时的战士 挥动大道利剑 将敌人一一击倒在地一样 没有任何能力 像信靠罪人的朋友耶稣一样 能克服一切邪恶 既然基督为我死了 在我仍陷罪中 仍然软弱时 就为我舍命 那么我岂可再活在罪中 相反的 我应该提升自己 爱慕服侍 这位救赎我的恩主 我岂能再与杀害我 最好朋友的罪恶泄完呢 为了他的缘故 我必须圣洁 主舍命 为救我脱离罪恶 那么 我岂能还活在罪中呢 明白了吗 对于你这无力抵制罪的人 能知道并相信基督 按锁定的日期 为像你这样沉沦最终的人死了 是何等大的帮助 你是否捕捉到这话的含义 有时候 我们那不信偏颇黑暗的心灵 却是很难明白福音的精髓 有时我应邀不道 等我讲完 我以为我已把福音阐明得十分清楚明白了 然而我发现在听众当中 即使那些看来很聪明的 也没有听懂什么叫做 仰望我 就必得救 常听基督徒做见证说 他们一直到某年某日 才认识福音的真理 而在这以前 他们已经听闻福音好几年了 人们所以不认识福音 不是因为没人解释给他听 而是因为缺乏启示 而启示是由圣灵来的 只要人向他求 他就赐给 然而 圣灵所启示给人的真理 总括成一句话 就是 基督为罪人死 我又听到有人这样哀叹说 哦先生 我的软弱 在于我无法将属灵的事 长久存寂心中 我常在主日听到 感动人的一篇道 深受激励 但到了周间 碰到一些不属灵的朋友 我原有的美好感觉 就都不见了 我的同事们都不信主 他们说话往往口不择言 我常不知如何回答他们 我觉得自己被难倒了 我很清楚这类 意志薄弱的可怜虫 我为他占惊 但同时 假设他是坦诚的 他的软弱 仍然可蒙神恩不救 圣灵 能够驱走人心中的恐惧 使懦夫变成勇士 切记 我可怜的朋友 你太容易受别人影响了 你不可长久停留在这种光景中 在自己的眼光中 你不能老是那么卑鄙怯 挺起躯干 正是自己 难道你一辈子就当定了 摇尾起连 被牵着鼻子走的可怜虫吗 老是为三怕四 动也不是 枯立原地也不对 替自己争点骨气吧 这不仅关系到属灵的问题 也牵涉到平常做人的气节问题 我乐意为取悦我的友人而做猪班的事 但若是为了要取悦他们 我得下地狱 这种事我是不干的 为了维系友谊 做些让步妥协是可以的 但绝不能为了保持友情 而牺牲了与神的交易 我知道这点 你可能会说 但是我知道归知道 仍然鼓不起勇气 表现我的本色 我的立场不够坚稳 对你这样的人 我还是只有这句话 可以劝勉你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如果使徒彼得仍然健在 他会说 主耶稣为我死 甚至在我如此软弱无用 竟让一名看管炉火的使女 逼得我说谎 发誓 说我不认识主的时候 他就为我舍命 是的 耶稣为那些离弃他 自顾逃命的人舍命 请牢牢抓住这个真理 基督在人海软弱无力的时候 就为罪人死了 这是你克服懦弱的一条路 把这句话 融进你的心灵中 基督为我死 你会很快就有勇气 甘愿为他舍命 请相信主 为担当你的最受苦 并为你成就了完全彻底 真确的赎罪之恩 如果你相信这个事实 你必然会觉悟 我不能让这位 为我舍命的救主感到羞耻 确信这点 会带给你大无畏的勇气 且看殉道时期的那些圣徒吧 在初期教会的时代 基督那超越的爱 仍新鲜闪烁在教会之中 当时的信徒 不仅随时准备为主舍命 而且前不后继 不顾生死地 矗立在统治者的审判席前 为基督做见证 我不是说 他们这样殉道是明智的 但他们的行动 至少证明一点 因基督爱的激励 会使人刚强壮胆 不畏惧出于人的威胁恐吓 基督的爱 岂不也能在你身上 产生同样的效果吗 但愿他现在 就鼓舞你勇敢起来 下定决心 永远站在主那边 做他的跟随者 使之不移 愿圣灵帮助我们 信靠主耶稣 这会使我们大大受益 信心的增长 我们如何才能使 信心增长呢 对于许多人而言 这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人们说他们很想信 但做不到 关于这件事 已有不少人提出 杂七杂八的见解 但让我们实际地 来处理这个问题 说真的 在信仰的事上 就如同其他方面 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不可少的 我要怎么做才能信 如果有人问我 做某一件简易的事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我一定回答说 最好的办法 就是 立刻着手去做它 我们常常浪费 许多时间在纸上谈兵 其实真要去做 是很简单的 因此 信的捷径 就是相信 只要圣灵改变 你成为坦诚的人 那么一旦真理摆在你面前 你必然立刻就会相信了 因为它是真实的 所以你相信 圣经的命令 是十分清楚的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如果你企图 以问不完的问题 或顿词借口 来逃避它 乃是愚不可及的 这命令多么清楚 但愿 人都能遵从 不过 如果你仍然感到为难 就即祷告 把你的难处 带到神面前 告诉父神 真正令你困扰的是什么 求他借着圣灵 解答你的问题 譬如 我不能信服 某一本书里的一段话 我就去问作者 他的本意为何 如果他是个真诚的人 他的解释 必能令我满意 同样的 如果你对圣经 某些艰涩之处 有疑难 尽管求问神 他的解答 必能让真理的追寻者满意 主很乐意显明他自己 亲近他 向他求告 看结果 是不是如此 现在就进入内室 向他祈求吧 圣灵啊 引导我进入真理 我所不明白之处 求你教导我 此外 如果你觉得很难相信 神也会借着圣灵 使你相信 不过有一个条件是 你必须常常 而且恳切地 聆听神吩咐你相信的事情 许多事 我们所以会相信 是因为 我们常常听人提起他们 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有一件事 同一天听过五十字 到最后 你就不得不相信了 有些人 所以会相信谎言 就是透过这程序 因此难怪圣灵 要赐福给 常常聆听真理的人 借此在人心中 产生相信真理的信心 圣经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因此 你必须常常听道 如果你本着 可目 专一的心 聆听福音 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 自己不知不觉 已相信你所听见的 因为神的灵 一直都在你心中 默默动工 只要你肯听福音 不听或不读那些 会绊倒你的信息或读物 你的信心就会增长 如果你觉得 我这个建议不够高明 那么 我就再附加另一个 也就是 接受其他人的见证 因着撒玛利亚夫人 回城 向乡人见证 主耶稣的事 他们就相信了 我们许多信念 都是基于别人的 见证而产生的 我相信 有日本这个国家 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但我相信 有这么个地方 因为别人去过 他们也亲口告诉我 我相信我会死 我从来没死过 但我认识的 许多人都死了 因此 我深信 我也会死 许多人的见证 叫我相信这事实 所以我劝你 多听听 别人得救的见证 看他们是 怎么蒙赦免 他们的性格 是如何改变的 只要你深入去查访 你会发现 某些很像你的人 都得救了 如果你曾经偷窃 那么你会发现 有某个和你一样的人 已在基督的宝血里 洗净了他的罪 如果不幸你 曾犯不真的罪 你也会发现 许多和你一样 堕落的男女 以蒙基督捷径改变了 如果你一直生活 在绝望中 你只要走进 神的子民当中 稍微打听一下 就必发现 其中好些信徒 以前一度也曾 和你一样绝望 他们必定很乐意 向你见证说 神如何提拔 他们超脱绝望的深渊 当你听着许多人 见证说 他们如何试验神的话 证明他是可靠的 圣灵就会引导 你相信真理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说到一个非洲人 听传教士说 谁有时候会凝结成硬快 甚至人都可在上面走 他哈哈大笑回答说 传教士说的许多事情 他都相信 读读这一件 他永远无法相信 后来他到英国 亲眼看到河川 结冻成冰 但他说什么 也不敢走上去 他知道这条河很深 人走上去 跌进水中 岂不淹死 所以 不管别人怎么游说他 都无法诱使他步上冰河 直到后来 他看见他的朋友 及其他许多人 都走上去了 而且安然无恙 他这才放心 尾随别人走上去 所以 当你看见别人信靠耶稣 注意到他们是如何的 平安喜乐 你自己也会慢慢 被带进信仰里面 别人的经验 也是神帮助我们 信的方法之一 你或者相信耶稣 或者灭亡 除了在他里面 你别无盼望 更好的办法是 专注人要你信的 那个权威本身 这有助于增长你的信心 当然这权威不是我 否则 你一定要排斥它了 你所当信靠的权威 就是神自己 他吩咐你要相信耶稣基督 你就不能拒绝服从你的造物主 某工厂的工头 常听到福音 但他心中总是充满忧据 觉得他无法蒙基督悦呢 有一天 他的老板 寄一张卡片到工厂给他 说 下班之后 立刻来我家 这工头照做了 按了门铃 老板出来开门 口气不悦地说 约翰 你要什么 干嘛这时候还来打扰我 他说 先生 可是 您不是给我一张卡片 吩咐我下班来找您吗 你的意思是说 只因为你有一张 我写给你的卡片 你就可以在下班时间 来我四宅找我吗 工头回答说 但是先生 我实在不明白 你既然叫我来 我当然有权利来 他的老板说 约翰 请进吧 我有一段信息 要送给你 说着 就打开圣经 念了起来 反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认为 基督既已给你这信息 那么你去找他 会吃闭门羹吗 这个可怜的工头 这才恍然大悟 立刻相信 主耶稣得永生 也为他有美好的 确具与权柄 你也有 你有权柄来信靠耶稣 也为主自己 吩咐你要信靠他 如果这还不能 使你生发信心 那么 请仔细思量一下 你要信的 到底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代替罪人 受苦舍命 为了要拯救 一切信靠他的人 啊 这岂不是人 所能相信 最蒙福的事实吗 这是曾摆在 人心之前 最适切 最安慰人 最神圣的真理 我建议你 多多思量他的含义 探索他所包含的 恩惠与慈爱 研读四福音书 及保罗的书信 看看这信息 是否如此可信 以至于你非信不可 如果这还不能帮助你 那么就思量 耶稣基督这个人吧 他是谁 他做了什么 他在那里 他是什么 你只能怀疑他 不信任最真诚的耶稣 实在残忍 他没有做任何值得人 猜疑他的事情 相反的 他是很容易使人信服的 你为何要以不信 再次将他钉十字架呢 这样 不是再给他戴上荆棘冠 再吐唾沫到他脸上 什么 他不值得人信任 还有什么比这更羞辱他的举动 以前钉他十架的罗马兵丁 用种种亵渎话计较的 但他们的侮辱 只不过使他成为殉道者 而你的侮辱 却使他成为说谎的骗子 那比什么都糟糕 不要问 我如何才能信 但请你回答这问题 你怎能不信 如果这些办法都不能奏效 那么你这人一定有毛病 对你这样的人 我只有最后一句话 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神 人所以不信 追根究底 是由于偏见或骄傲 但愿神的灵 能挪去你的敌意 使你甘心降服于他 你是个叛逆者 骄傲的叛逆者 这也是为何你无法信神的原因 放弃你的叛逆性吧 丢下你的武器吧 明智地投降 臣服于你的王吧 我相信 没有一个人会在绝望中 举起手哭喊说 主啊 我投降 相反的 信心一定会使人心悦诚服的 欣然顺从的 你所以仍然顽梗不信 是因为你仍然对神生气 执意要我行我素 凭己意行事 主耶稣说 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 怎能信我呢 骄傲的自己专制造不信 降服下来吧 顺从你的神 结果你必甘心情愿地 信靠你的救主 唯愿圣灵 现在就在你心中 暗暗动弓 使你在此时此刻 就决志信靠主耶稣 阿们 重生与圣灵 你们必须重生 主耶稣这句话 对许多人而言 如挡在路中的烈焰 或把守乐园入口之 基禄伯那把拔出来的剑 他们很绝望 也为这个改变远超乎其能力的极限之上 新生命是从上头来的 因此 绝非凡人能力所能及 我绝不会为了讨好安慰读者 而掩饰或否定这真理 我坦白承认 重生乃超自然的现象 因此罪人靠自己绝无法办得到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如果我为了取悦你 而试着游说你排斥 忘却这真理 我就罪大恶极 并且对你也毫无注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主在做这雷霆万君之宣告的同时 他在同一章里面 也清清楚楚地说明 因信得救的真意 请详细研读约翰福音第三章 但不要太偏重前面几节 不错 在第三节提到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但是 在同一章的第十四十五节也提到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第十八节 以更广泛的语词重申同一道理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也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显然 这两句宣告必须一致 也为他们出自同一章口 而且记载在同一页圣经上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在平易浅显中 自找难题呢 既然第一句宣告提示我们 要蒙拯救 就需要神所赐的一样东西 而第二句宣告又保证 我们只要信靠耶稣 神就要救赎我们 那么 我们就可下个肯定的结论说 主必赐给凡相信他的人 得救所必须的一切 事实上 主确实也在信耶稣的人心中 创造新生 他们的信即是他们以重生的名证 我们相信耶稣能做我们靠自己 所不能做到的事 如果我们自己能胜任愉快 那又何必仰赖他呢 我们的职份是相信 主的工作是将我们改造成新人 他无法替我们信 我们也无法替他行重生的工作 我们只要顺服他慈爱的诫命就够了 主自己会赐我们新的生命 他既不计一切 为我们定十字架 舍命受死 他必然会 而且乐意将有助于我们 得永生所需的一切赐给我们 但是心意更新变化的重生步骤 乃是圣灵的工作 这话也绝对正确 让我们不要怀疑他或忘却他 圣灵的工作是隐秘而奥妙的 只能透过其结果看出端倪 我们的天然生命也有许多神秘之处 使人的好奇心无法窥探出来的 圣灵的神圣工作更是奥秘难测 风随着一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那里来 往那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能肯定一点 圣灵的工作固然神秘 却不能以之作为不信耶稣的借口 因圣灵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如果一个人被指派去田里播种 他不能推唐说 播种不会有什么效用的 除非神自己是种子生长 他至终还是要被追究懒得疏忽之罪 他也不能借口说 只有神的奥秘能力 可以使作物有收成 而就偷懒不去耕耘 虽然圣经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但我们不能因此 就停止一切日常的工作活动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凡是相信耶稣的人 绝不会发现圣灵 拒绝在他心中动工 事实上 他的信就是圣灵 已在他心中动工的名证 神会行大能骑士 但人们不可因此就静坐不动 没有神赐他们生命与力量 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但他们仍然可以毫无疑问地过活 因为掌握其气息的神 每天都暗中失能力给人 因此 我们的生活作为 实在都是出于神的恩惠 甚至连悔改信主 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而非我们自己能这么做 我们若离弃罪 信靠耶稣 就必发现主一直都在我们心中动工 好叫我们能立志遵行 他纯全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倘若我们仍假装推唐说 这件事很困难 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有些难以用言辞解释的真理 真正施行起来 反而容易 其实在罪人因信称 以及信心乃圣灵动工之结果 两个真理之间 并没有冲突矛盾之处 只有愚人 才会对这么明白的事疑惑 而任其灵魂陷于灭亡的危险中 没有人会坚持 先懂物体的比重原理 然后才肯跳进救生船 也没有人会要求 先了解营养学的整个程序 然后再安然进食 如果你坚持 要明白一切奥秘才肯相信 那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得救 如果你容许自己发明的难题 阻止你接受救主的赦罪之恩 到最后 你只有救游自取 自找灭亡 切莫淫丹你于争辩形而上的奥秘 而扼杀了自己的灵命 我的救赎主活着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不断对你提到基督 罪人的大盼望 如何受死 被钉十字架 但我们也当牢记一点 基督已从死里复活 且永远活着 因此你所要信的 不是已死的耶稣 而是一位曾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为叫我们称义而复活的主 你现在立刻就可以亲近主耶稣 就如同结交一位当今健在的朋友一样 他不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 也是一个能垂听答复你的祈求 长远存在的真神 他活 是为了完成一件 他不惜为之舍命的大工程 现在 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 为罪人代求 为此之故 凡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如果你不曾这样做过 请你放胆前来 试试这位生命之主 是否真能拯救你到底 复活的耶稣如今 已被提升到荣耀 全能的高位之上 他不再哀伤如敌人前的俘虏 或如木匠之子般劳碌 而是已被提升 超乎一切主治的 掌权的及万名之上 父神已将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交给他 为了完成救恩的大计划 他无时无刻 不再运用神赐给他的 这些最高权能 且听听彼得和其他使徒 如何在大祭司 及官府面前见证主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 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环绕复活之主的荣耀 应当能将盼望 吹进每位信徒的心坎 耶稣不是低比之位 相反的 他乃是伟大的救主 是戴冠冕 做宝座的人类救赎主 掌握生死的至高权柄 在他手中 父神已将所有人 都置于这位中宝的管辖之下 好让他可随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他开的门 无人能关 在他的吩咐下 一切被罪恶 自取灭亡之绳索捆绑的灵魂 立刻就可以被释放 他伸出银杖 凡碰触他的人都得以存活 这对我们岂不是大好消息吗 虽然罪活着 肉体的情欲活着 魔鬼也活着 然而基督也活着 更可喜的是 虽然这一切全是威胁 要毁灭我们 耶稣却有更大的权能 来拯救我们 他被高举 被赋予一切权能 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他被高举成 以便他能给 他被高举成君王救主 以便他能赐给一切 归他名下的人 得救所需的一切 为了拯救罪人 耶稣毫无保留地付出一切 为了施予丰盛的恩惠 他也毫不顾惜自己 而展露一切 他将其王权 与救主的身份连成一体 不能相离 他被高举 也是他施恩计划的一部分 其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更能提高那些 仰望基督的人之盼望 耶稣忍受了极大的屈辱 降至最卑微 因此也被提升高举至最高位 借着降卑 他承担履行父神的一切旨意 结果他也得了报偿 被提升到荣耀里 为了他的子民 他要大大发挥其至高的权能 你要向这荣耀的高山举目 你的盼望就从他而来 思想这位君王 救赎主的至高荣耀吧 想到人子如今 就坐在宇宙至高的宝座上 这不是人类的一大盼望吗 这位万主之主 竟然也是罪人的救主 这岂不是人类的一大荣耀吗 我们竟有这么一位 在法庭居高位的朋友 或更真确地说 有一位高居宝座的尊贵朋友 他必为那些将万事 交托他的人运用起影响力 有一位诗人写得好 他永远活着 在父神跟前为人代求 我的灵啊 将你的需要交托给他 切莫怀疑父神的恩赐 请莫迟疑 快快来 将你的苦情需求 交托给这双曾布满钉痕 如今却带上尊荣 全能知金界的荣耀之手 反委托这位伟大律师 代为辩护的案件 没有一件曾败诉过 悔改之心与赦免之恩 从前一章所演的那段经文 我们明显看见 悔改的心应当与赦罪之恩连结在一起 使徒汉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说 基督被高举做救主 好将悔改的心与赦罪之恩赐给人 这两种恩惠同是来自那双曾被定十字架 如今被高举到荣耀里的恩手 悔改的心与赦罪之恩两者 已被神永恒的旨意定在一起 神所结合的 人不可分开 悔改的心当伴随赦罪之恩而来 你只要稍微思想一下 就知道这件事是如此 也为赦罪之恩 不可能赐给不肯悔改的罪人 否则就等于肯定他的邪恶行径 叫他更往邪恶的意念里钻进去 如果主说 你喜欢罪 且又住在罪中 而且变本加厉 越来越坏 但没关系 我照样会饶恕你 这不是是为恶人颁发一纸可怕的 合法执照 如此一来 社会秩序的基石就被铲除了 道德方面的无政府状态 就会紧随而来 如果我们将悔改与赦罪 分开成两件不相干的事 即使罪人依然担逆罪中 主仍毫不追究地照样施于赦罪之恩 我不晓得结果 将会衍生多少乱子出来 根据事物的自然常理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圣洁 而我们又继续犯罪 并不知悔改 那么我们非但不能蒙神赦免 而且必收割丹尼罪中的恶果 根据神那无限的恩赐 祂应许我们 只要我们肯离弃罪 承认悔改 必因信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而且神是信誓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但只要神存在一天 就不可能有诸如此类的荒谬应许 恶人尽可继续作恶夺端 拒绝承认其罪孽 而依然可蒙受神的慈悲怜悯 叛徒若不知悔改 依旧公然叛变 他怎能期望国王赦免他的叛乱罪呢 没有人会愚昧到一个地步 竟然妄想权敌的审判官 会在我们拒绝丢弃罪的情况下 替我们把罪丢弃 况且 神的恩赐若要完全 也必须要求悔改的心 与赦罪之恩相提并论 神的恩赐若容许罪人担逆罪中 而仍然赐下赦罪之恩 那么他的恩赐 就是有缺憾而且肤浅的 这种慈悲 也是不公平而残缺的 就如瘸腿断壁一般畸形 你以为那种特权更优越 敌净罪污 或脱离罪的权势 我不敢把这两种卓越的恩赐 放在天平上衡量 这两种恩赐 都不能脱离耶稣的宝血 而临到我们 但我个人认为 如果可以比较的话 能脱离罪的控制权 成为圣洁 变得像神 应该是两者之中 比较优越的一种特权 罪能蒙赦免 实在是无可限量的恩惠 这也是诗篇的作者 所歌颂的主题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但假设我们的罪孽 蒙神赦免了 却仍然担逆罪中 放纵邪情私欲 无恶不作 那么神的赦罪之恩 对我们又有何作用呢 他岂不像一颗寒毒的糖果 虽好之 却具有致命的毁灭力 被洗净了 却仍然在淤泥中打滚 蒙至欲了 眉睫上仍有麻风的白斑 这种恩慈乃是一大讽刺 把死人带出坟营 却不救活他 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如果瞎眼的人不能复明 把他带到光中 又有什么用 感谢神 不仅饶恕我们的罪孽 也医治我们的疾病 他不仅敌进我们过去的罪物 提拔我们超脱目前的肮脏情境 也要保守我们不在未来半岛 我们必须欣喜地同时接受 悔改的心与赦罪之恩 这两者不可分割为二 永约的遗产是合一 不可分割 也不能一份一份打包的 分割救恩的工作 等于把新生的孩子割成两半 容许这么做的人 必然与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你这追寻神的人 可会以这种慈悲为满足 假设神赦免你的罪 然后又容许你和以前 一样贪爱世界 邪恶玩梗 你会感到满意吗 不 得救的灵魂惧怕罪 比惧怕罪的刑罚更厉害 你心中的呐喊 不会是谁能救我脱离罪的刑罚 而是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谁能使我摆脱试探 成为圣洁 正如神是圣洁的 既然悔改与赦罪并连 乃符合神的意思 既然必须如此 才能使救赎之功完全 人也才能成为圣洁 那么你就可确定 这原则是不容改变的 在所有真基督徒的经验中 悔改也是与赦罪兼容并序的 从来没有一个真诚为罪懊悔 凭信心痛改前非的人 结果不蒙神赦免的 相反的 也没有一个蒙神赦免的人 不曾为他的罪痛悔的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 在苍天之下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任何人的罪被敌净 除非他的心同时为罪痛悔 并信靠基督 对罪的恨恶 往往与蒙赦免的感受 同时进入人的灵魂之中 而且要在有生之年 永远同居一起 这两件东西 彼此交相作用 人因为蒙赦罪之恩 所以悔改 为罪痛悔 人因为悔改认罪 所以也必然蒙神赦免其罪 记住 赦罪能导致悔改 常如诗歌所云 律法与恐吓 只有使人心更刚硬 而且 通常他们只能各行其事 然而宝穴所赎来的赦免 却很快就是一颗石心融化 一旦我们确知自己的罪 以蒙赦免 我们就会开始恨恶罪 而且我认为 一旦我们的信心增长成确具 使我们能毫不怀疑地确定 耶稣的宝血 已将我们洁净的比血更白 那是悔改之心 将达到最高境界 悔改之心 会随着信心的增长 而增长 关于此 我们不可有一点误解 以为悔改 不过是几天或几星期的事 是短暂地转眼就成过去 不 它乃是一生之久的恩典 就像信心本身一样 神的小孩子悔改 同样的 属神的青年与成年人也悔改 悔改之心 是信心不可或缺的伴侣 信主之后 我们是凭信心形式 而非凭眼见 悔改的泪珠 始终在信心的眼睛中闪闪发光 非有信耶稣而生的悔改 不是真悔改 不含悔改的信心 也不是真信心 信心与悔改 就如连体鹰一般 紧紧相连 我们相信基督的饶恕之爱 有多少 相对的 我们悔改的程度 也有多少 我们悔罪 恨恶罪的程度 有多少 相对的 我们享受被高举之基督 所赐下的赦罪之恩 丰盛的程度 也有多少 除非你真心悔改 你不会真是赦罪之恩的可贵 除非你知道自己的罪 以蒙赦免 你也不会品尝到 悔改那刻骨铭心的滋味 这话听来也许很奇怪 事实上 它是很奥妙的 在每个蒙恩得救的人心中 悔改的苦涩 与赦罪的甘甜 调和成无与伦比的喜乐滋味 这两种踊跃的恩赐 互相是对方的确据 如果我知道我确实悔改了 我就知道我的罪 以蒙赦免 如果我不转离 从前罪恶的行径 我怎能确定我的罪 以蒙赦免 身为信徒 就必然是个悔改者 信心与悔改 乃同一车轮的两道轮符 同一距离的两只把手 有人形容悔改是一颗为罪 因罪而伤痛破碎的心 也许我们可将之 比喻成回转再回转 它乃是最彻底 最极端的一种回心转意 附带着为不堪回首的过往伤痛 以及为来日的改头换面 而痛下决心 悔改是离弃 我们以往所深爱的罪 并且在恳切的忧伤中 表示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假使这是你的情景 那么你可以确定你的罪 以蒙赦免了 因为主绝不会在使人为罪 因罪而心碎之后 却不赦免 相反的 如果因着基督的宝血 你以蒙赦免 而且因信称义 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 那么你可以确定 你的悔改与信心 是正确无误的 不要以为悔改是罪蒙赦免的根由 而要视之为其伴侣 不要预期自己能够悔改 除非你明白主耶稣之恩慈 以及他乐意敌敬你的罪 让这些恩赐适得其所 并注意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关性 他们如是路德蒙恩的伯阿斯 和那至近的亲属 又恰似索罗门圣殿前的两根大柱子 形成进入圣所的宏伟入口 除非从这两根悔改 与赦罪之柱中间走过 没有人能来到神面前 一旦悔改的泪珠 经赦罪之恩的光芒照射 踊跃之恩的彩虹 才会灿力辉煌地展现在你心房 悔罪与信靠赦罪之恩 乃交织出真正信仰的经纬线 借着这些记号 你可以认出谁是真以色列人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 方才所思想的圣经 赦免之恩及悔改之心 都是来自同一源头 亦是由同一救主所赐 主耶稣在他无上的荣耀中 将两样恩赐同时赏给同一个人 你无法在别处找到赦免或悔改 耶稣已将两者都准备好了 随时随地都可以白白地赏赐 得有心领受的人 让我们永远不忘记 耶稣会赐效我们得救所需的一切 这点十分重要 凡有心追求神之慈悲怜悯的人 都需切记 信心乃神的恩赐 就如信心所仰赖的救主 是神所赏赐的恩典一般 毁罪的心实在也是神的恩典 就如同除罪的赎罪祭 是神所预备的恩典一样 因此救恩从起初到末了 都是单凭神的恩典才成就的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不是圣灵替我们悔改 圣灵从未曾做一件 需要他悔改的措施 假使他能悔改 对我们已无补于事 我们必须亲自为自己的罪悔改 否则我们就无法从罪的权势下 被救拔出来 也不是主耶稣替我们悔改 他有什么应该悔改的 该为我们的罪忠心恳切悔改的 乃是我们自己 当神赐下悔罪的恩典时 我们的意志感情心绪 都一起交向作用 诚心诚意地做成悔改的功夫 然而在一切个人的努力背后 有一隐秘神圣的影响力 暗中在融化我们的铁石心肠 引发痛悔之情 并促成全然的改变 神的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罪 竟而使罪在我们眼中 显得是那么可憎可厌 神的灵也会感动我们转向圣洁 使我们忠心欣赏 热爱 可慕的 竟而激励我们一步一步地 被引导成圣 神的灵也会在我们心中动功 叫我们立志 行事都能遵照 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让我们立刻就顺服这圣善的灵 好让他能引导我们归向 白白赐下赦罪与悔改等双重恩惠的耶稣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惠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悔改之心的赐下 让我们再来看一次这段伟大的经文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升到至高 为是恩典得以赐下 他的荣耀使他的恩典更为充沛 我们的主每高升一阶 无非是为了承载悔改相信的罪人 与他一起更上一层楼 他被高举 悔改之心才能赐下 这点只要我们记住几项伟大的真理 我们就能明白 我们的主所成就的功 促使悔改成为可能 可行 可被接受 律法不曾提到悔改 相反的 还直接了当地说 唯有犯罪的 他必死亡 假设主耶稣不曾舍命 受死 复活 升天 你我的悔改 又有何价值 我们只会因曾厌罪 而悔恨不已 却不会生发出 有盼望的懊悔来 悔改 乃是自然的情愫 甚至可说是 不值得称道的普通责任 事实上 他常常掺杂惧怕受罚的自私意念 以至于再仁慈的评估 也免不了要贬义他 要不是耶稣介入调停 替我们完成丰盛的功德 我们所留的懊悔之泪 就只不过是 颇见地上的一滩水罢了 耶稣被提升高举 好让悔改之心 能因着他代求之功 而在神的面前 逆得一席之地 因此之故 悔改之心实在是 他赐给我们的恩典 若非他把悔改 摆在可被神接受的地位 他可能永远不能在神面前 站得住脚 耶稣被提升高举 神的灵才倾倒而下 做成我们所需的一切恩惠 圣灵以超自然的方式 更新我们的天性 取出实心 换上肉心 借此在我们里面 孕育悔改的心 因此 读者呀 你不要坐在那里 拼命挤眼睛 想制造出 不可能留得出来的 懊悔之泪吧 悔改不是发自不情愿的心性 而是处于白白 至高无上的恩典 你无需走进内室 拐上房门 垂胸顿足 妄想从铁石之心 敲出并不存在的情绪 而要登上加略山 看耶稣如何受死 你要向山举目 因你的盼望 从上而来 圣灵降临 是为复辟人的心灵 从中孕育悔罪的心 就像创世之初 天地一片混沌 神的灵运行其上 就带来秩序 向他倾心吐意吧 圣善的灵啊 请住在我里面 是我温柔谦卑 恨无罪恶 真诚为罪痛悔 他比垂听你的呼求 应允你 另外还需记住一点 当我们的主耶稣 被高举之天 他不仅拆圣灵 来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而且还叫 万事互相效力 达成人得救的目的 因此即是自然界的事物 也会刺激人悔改 就像彼得听到鸡叫 或玉力见到监牢震动如地震 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同管地上的万事万物 叫他们互相效力 做成其熟民的得救功夫 他使用苦涩的经验 也使用甘甜的经验 他使用试炼 也使用欢乐 为磨炼罪人 对神更心存诚实 因此不论你的境遇如何 或贫穷 或病痛 或忧伤 都要心存感恩 也为主耶稣 要叫这一切互相效力 使你心意更新变化 回转归向他 主的慈悲 尝试驾着受苦的黑马 奔驰向我们的心门 他利用形形色色的经验 激励我们与世俗分别 羡慕天上那更美的家乡 基督被高举 荣登天地最高的宝座 为要借着各样的作为 致富人顽耿的心肠 使之柔软 真心悔改 领受他的恩赐 此外 他此刻 也借着对我们的良心而语 借着圣经的启示 急着解经正道 借着朋友及有心人士的 恳切代祷等种种途径 来变化我们的心意 有时候 他就用一句扎心的话 来打你那刚硬的心 就如摩西用杖击打牌时 使悔改的泉水 秘密流出 有时候 他也用圣经的一两节经文 感动你心 使你的意志 立刻降服 他也会在你 最漫不经意的时候 神秘地软化你心 让圣洁的意念 暗暗袭上你心头 你要确信这件事 主耶稣升到高天 进入荣耀里 满有神的荣光与威严 这样一位复活的主 能运用无穷尽的方式 在他赐赦罪之恩的人 心中动工 使他们产生悔改的心 他甚至现在就等候着 要赐悔改的心给你 请立刻就向他求取吧 很有意思的 主耶稣基督 往往把悔改之心 赐给世上最不配的人 他坐在高天 将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 给以色列人 真是不可思议 在使徒的时代 他们形容 以色列这国家罪恶到极点 明顽不灵地 抗拒神的光与慈爱 并且还狂傲地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然而基督升到荣耀里 就为了要赐给他们 悔改的心 何等奇异恩典 如果你从小就在基督教信仰的 熏陶下长大 却仍然排斥他 你仍然有希望 如果你一直昧着良心 得罪圣灵 抗拒耶稣的爱 不要绝望 仍然有悔改的机会 即使你和古时的以色列人 一般的顽梗不信 你的心仍有软化的一天 因基督已被高举 具有无限的权能 即使是那些罪大恶极 明顽不灵的罪人 复活升天的主耶稣 仍然可赐他们悔改的心 和赦罪之恩 我很高兴 我有这么丰盛的福音 可以向你宣扬 你能读到 也真幸运 以色列之子的心 顽硬如坚实 马丁路德一度曾认为 要使犹太人悔改 简直不可能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的看法 但我们必须承认一点 就是以色列的后裔 二十个世纪以来 一直都顽固地排斥旧主 难怪主说 以色列全部离我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然而我们的主 却为了赐给以色列人 悔改的心与赦罪之恩 而受死 复活升天 也许你是个外邦人 但你许多年来 也许和以色列人一样 心里刚硬 与主敌对 然而 我们的主 仍能在你里面动工 使你悔改 也许到后来 你也会和威廉 红恩一样 被神圣的爱降服 而写下感人肺腑的诗句 他原是个有名的作家 写过一系列幽默作品 书名叫《每日之书》 但他也是个 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 后来 他被神的恩感化之后 他写道 藏在人体内 跳动过的一颗 最傲慢的心 一在我里面谦卑下来 藏在人胸中 萌生的最狂妄一念 嘲讽你的旨意 与你的仇敌为有的 如今已被你 我的主 安抚了 我承认你是伟大的道 我的旧主 己都 我的神 我的主 你的实价 即是我的标记 主能把悔改之心 赐给最不可能悔改的人 把猛狮变成绵羊 把乌鸦变成白鸽 让我们同心仰望他 好让这浩大的改变 也能在我们身上发生 确实的 思想基督之死 乃是使人获得悔改之心 最稳当 最快捷的方法之一 你不要坐在那里 妄想从堕落天性的枯井中 打出悔改的泉水 要知道 你若以为 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勉强将你的灵魂 提升到良善的境地 那是全然违反了 人性的天然法则 将你的心 借着祷告 带到体谅你的主面前 说 主啊 洁净他 主啊 更新他 主啊 让他产生悔改的意念 你欲努力 想涌出悔改的情绪 你就欲容易失望 但是 你若以信心思想 主耶稣为你舍命 悔改的心 就会油然而生 思想主是如何的爱你 为你流血心碎 想象他在十字架上 忍受何等的折磨苦痛 血和汗水 从他的面颊 闪闪流下 当你这样做时 承载这一切痛苦的主 将以无限温柔的眼神凝视你 透过这一瞥 他将像感化彼得一样的感化你 你也会和彼得一样 出去痛哭 为你舍命的主 能借着圣善的灵感动你 使你向罪死 为你生到荣耀中的主 必能吸引你的灵跟随他 离弃邪恶 归向圣洁 只要你能存继这一点 我就心满意足了 也就是 你不要妄想在冰底下着火 或期望在自己天然的石心里 找到悔改的意念 仰望主的永生 仰望耶稣 供应你在脱离地狱之门 与迈向天堂之门途中 所需的一切 绝不要到别处寻找主 乐意赏给你的恩惠 记住 基督就是一切 唯恐功败垂成 归向基督的人 心头往往笼上一层阴霾 害怕自己无法坚持到底 我就听过一个目道者说 假设我把自己的灵魂 交托给耶稣 也许到头来 我还是免不了沉沦灭亡 那又有什么用呢 在此之前 我也曾有过良善的意念 但现在已消失无踪了 我的良善就如浮云昭露 来得突然 维持少时 似乎希望无穷 但不久即烟消云散 我相信这种恐惧 往往是许多人的写照 有些人不敢长久信靠基督 只敢投资暂时的信心 至终还是跌倒沉沦 原因主要是 这种短暂的信心走得不够远 还没能使他们得救 他们只在起步时 信靠耶稣一段时间 过后就想靠自己的气力 朝天堂再接再厉地迈进 这样的起步 根本上就有偏差 因此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心灰意冷 要掉头而返了 如果我们想靠自己坚持到底 最后必然无法坚持到底 如果我们部分仰赖耶稣 部分又想靠自己得救 最后终地失败 铁链如果有一环很弱 这条链子仍然不牢靠 如果耶稣是我们一切的盼望 只除了一件例外 那我们终究还是会跌倒 因为就在那例外的一点上 我们迷失亏损了 我相信圣徒的坚忍毅力 若有一点错误的话 就是拦阻许多奔跑得很好的人 无法坚持到底 究竟什么阻碍他们 无法继续奔跑呢 原因在 他们是靠自己的力气奔跑 所以很快就后继无力 半途而废了 务必要提防在建屋的灰泥中 掺杂一点自己的成分 否则就会变成搅拌不匀的灰泥 无法把砖石凝固在一起 如果你在起步时仰望基督 就切磨在中途或末尾凝视自己 我是阿拉法 务必也使它成为你信仰的 而没假 如果你依圣灵起步 就不要既往依肉体成中 既抱着永不懈怠的新骑士 途中也要像骑士一样 卖力地前进 并让主成为你一切的一切 但愿神的圣灵 能给你清晰的概念 确知那保守你知道 再见主面的力量 究竟是从何而来 保罗在写给 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 就提到这点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这段话隐含基督徒走这条天路 有一极大的需要 同时也告诉我们这需要 能如何获得供应 神的每一作为 都是为某种需要而行 恩典之约 绝不会被荣坠之举所妨碍 挂在所罗门王宫殿中的金盾 有些是虚弦不用 但在神的器械房里 绝无这类东西 神所预备的 一定是我们需要的 从此时此刻 到世界末日之间 神的每个应许 以及恩典之约的每样供应 都会成为人的必须品 信徒最迫切的需要 就是坚信 持恒 坚持到底的毅力 蒙保守到底 这是长进的信徒 最大的需要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是相当蒙恩的 保罗在信中形容他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 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被 但也正因为如此 保罗才要特别 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 像这种程度较高的信徒 尤其需要提醒自己 每天都要 知取新的恩典 以便他们能继续 精进不懈怠 直到最后 成为完全的得胜者 如果你不是信徒 你就不是蒙恩的人 当然也不会觉得 有知取更多恩典的必要 但因为你是属神的人 你会体验到 灵性生活 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与需要 大理石雕像 无需进食 但活人 每天都会机会合 如果每天的饮食 都供应无缺 他就可平稳前进 否则 他必然会虚弱无力 而中途昏倒在地 信徒的个人需要 迫使他不得不 每天向一切资源的 大源头 知取供应 他若不向神求助 将如何存活呢 这对那些 最有恩赐的信徒 对那些 像哥林多教会的人 那般有口才 知识全辈的人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他们必须能坚持到底 否则他们的恩赐 与成就 反成了绊脚石 我们若能说 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天天 支取新鲜的恩典 我们的结局会如何 假设我们有丰富的经验 甚至当了教会的长老 牧师 假设我们领受神的启示甚多 以致明了一切奥秘 然而只要有一天 蜀天的生命停止 从踊跃的元首 倾注我们里面 我们就一天 也无法存活 若非主保守我们 我们连一个小时 都坚持不了 更不用说一生之久了 那开始在我们里面 动了善功的 必继续进行这功 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否则功亏一篑的失败 就太令人痛心了 这种迫切的需要 绝大部分是出于 我们自己本身 有些人常戒胜恐惧 担心自己无法在 恩典之路上坚守到底 也为他们知道 自己的善电软弱 虽然有些人 天生就个性保守 或者说顽固 但另有些人 则轻浮多变 反复无常 他们就像花蝴蝶一样 东飞西飞 年花惹草 直到整座花园的花卉 都被他们秀遍了 仍举其不定 究竟要驻足那好 他们很少能在一个地方 认真好好做一件事 甚至在事业或知识追求上 都有这毛病 像这种人 很容易会担心 自己如何能在信仰上 警醒不屑 维持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或五十年 这对他们而言 是太艰巨的挑战了 我就看过某些人 一会儿加入这教会 一会儿又试试 另一间教会 直到远近 所有的教会都识变了 没换一处 他们都热心一时 过不久 又不了了之 像这种人 更需加倍恳求主 帮助他们坚信到底 不仅使他们坚固 而且要不可摇动 否则到头来 将不能在 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的一群里面 找到他们的踪影 我们每个人 即使并无 生性善变的毛病 若真是蒙神拯救 也必须对自身的软弱 有自知之明 你不觉得 只要一天远离主 你的软弱 就足够绊倒你吗 你虽渴望行事为人 能完全圣洁 我相信你有这存心 你对基督徒的应有表现 也定了相当高的标准 但你是否有过这经验 也就是在早餐的杯盘 尚未完全清理之前 你表现了足以让你 羞惭脸红的罪 即使我们把自己 闭锁在隐秘的陡视之内 试探仍然会如影随形 因为我们无法摆脱试探 就如同我们无法摆脱自己一样 在我们心中有某些欲念 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 警醒自卑的 若非他是我们坚固 我们是如此的软弱 无需敌人袭击 只要自己稍不留意 就半跌倾覆了 主啊 你是我们的力量 而我们则全然软弱 此外 随着年岁渐掌 厌倦之心也会油然而生 在刚重生时 我们就如鹰斩翅上腾 随后 我们奔跑也不困倦 在最美善真挚的日子 我们行走也不疲乏 但我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虽然也越来越平稳 有耐力 我祈求神 让我们年轻的经历 能一直伴随我们走完这条天路 但条件是 这力量乃来自圣灵 而非只是肉体的骄傲逞强 奔跑天路的老选手都知道 何以圣经提到要以铁和铜做鞋 因为这条路实在是崎岖难行 他发现途中不仅有尖南山屈辱谷 还有死阴的幽谷 更糟糕的是 居然也有虚荣事 这些关卡都必须一一通过 如果说这条路上有喜乐山 那么天路客也常常闯进绝望古堡里 思想着其中的艰难 那能在圣洁之路坚持到底的人 他们是令人压抑的 啊 奇妙的世界 我无法以他语形容 基督徒一生的日子 就好像无数颗慈悲的巨钻 串联在神信时的金线上 等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 我们要对天使主治的掌权的 诉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所长寿基督那数不尽的丰盛恩惠 我们是一批从死亡边缘 被拯救逃生的人 我们的属灵生命 就好比在汪洋中燃烧的一点星火 或悬在空中未陨落的一块石头 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全宇宙都要惊讶地 注视我们昂首脉步 无可指摘地踏进珍珠香城的天堂之门 我们能蒙保守一个小时 就是够令我们又亚裔又感激了 而我相信我们就是如此蒙恩 如果这就是一切 我们就颇有忧虑的理由 但幸好还不止如此 我们还必须思想 我们居住在什么处所 对许多神的子民而言 这世界有如荒僻的荒野 有些人沉醉在神的伟大作为里面 但另有些人则实时面对残酷的征战 我们以祈祷展开新的一天 也常让圣乐的悠扬音乐 回荡无语 但要知道 有许多圣徒常常是沉倒才完毕 久须迎接蜂拥而至的亵渎试探 他们出外工作 整天充塞他们耳迹的 都是些肮脏的银词汇语 就如公义的罗德 置身索多玛一般的格格不入 你不觉得你走在街上 耳朵也常被这些不洁的话骚扰吗 这世界不是恩典之友 我们活在这世上 所能做的就是尽快渡完的 就好像穿越敌人的国境一般 在这骑鹿两边的树丛里 不是有盗贼埋伏 我们手里必须握着出鞘的刀剑自卫 或至少要实时佩戴不住祷告的武器 因为我们每一寸步 都可能遇到征战 在这点上绝不可掉以轻心 否则你很快 就会从一厢情愿的幻梦中 急剧地被弹出来 哦 神啊 请帮助我们兼顾到底 否则我们将如何行路呢 真正的信仰 不但在起始时是超自然的 中间进行的过程是超自然的 终结时也是超自然的 从头到末了都是神的作为 主的手必须无时无刻地 伸出来扶持我们 这迫切的需要 你可能此刻就感受到了 我也很高兴 你能体会到这点 现在你就当仰望神保守你 只有他能保守我们不半爹 而与他的儿子同得荣耀 兼顾到底 请读者注意 保罗是多么有把握 且充满信心的期望所有圣徒 他说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这是每个信徒都可目至极的一种 兼顾信仰 他的前提是 这些人是纯正的 他所提议的宗旨是 兼顾他们在纯正的意路上 假设他是保守人 坚立在罪与错谬的道路上 那后果将多么难以设想啊 想想一个顽固的酒鬼 顽固的窃贼 或顽固的骗子 是多么无可救药 一个人若顽固不信 坚持无神论 将是多么可悲的事 由神而来的坚固信仰 只有那些曾侵偿神恩典的人 才可以享受得到 这也是圣灵的作为 赐信心的圣灵会强化建立他 在我们心中点燃爱火的圣灵 也会保守他 使他愈燃烧愈旺盛 启明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 会继续勤家教导 激励我们更肯定 更明白真理 圣洁的行为会蒙圣灵坚固 直到他们成为习惯 圣洁的情操会蒙坚固 直到他们成为长存的直觉 经验与操练 能坚固我们的信仰与决心 不论是喜乐忧伤 成功失败的经验 都能被圣灵转化 达到成圣的目的 就像绿树需要甘霖和疾风 交相作用 才能植根深土之中 人心领受教导 随着知识见长 他也广泛搜集 如何坚守正道的理由 与方法 一旦信心被坚固了 他会更紧紧攀住 安慰人心的真理 手抓得越紧 脚步也遇踏实 这人本身也变得 越来越稳健 而有分量 这不只是自然的成长现象 乃是圣灵的一项 明显作为 就像他感动人悔改归主一般 神必然会将这恩赐赏给那 依赖他得永生的人 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神会就把我们脱离 如水一般不稳定的状态 使我们植根着地 神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生根建造 住在他里面的这道手续 也是他拯救我们的步骤之一 你大可天天祈求这恩赐 而绝不会感到失望 你所信靠的主 会使你成为一棵栽在溪水旁的绿树 生生不息 叶子也永不枯钱 一个坚固的基督徒 对教会是何等的生理君 他是伤心人的安慰 软弱者的帮助 你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吗 坚固的信徒 乃是神家的炼粮 他们不会被各种歪曲教义的 邪风吹来吹去 也不会被突来的试探打倒 他们是别人的一大安定力量 在教会发生纷争时 他们是抛牢的毛 你这刚开始过圣洁生活的人 也许不敢妄想有一天 也能变得像他们那样 但你无需忧据 圣善的神会在你里面动功 就像在他们身上动功一样 虽然现在你在基督里 还是婴孩 将来有一天 你要在教会担任父亲的角色 要对这伟大的远景 心存盼望 但在盼望中 要视之为恩典的赐利 而非个人劳力的工价 或你个人努力的成果 蒙启示的使徒 保罗提到这些人 必得坚固到底 他指望神的恩典 会保守他们 直到属世的生命完结 或基督再来的日子 事实上 他期盼各地各方属神的教会 都能蒙保守 直到恩典时期结束 主耶稣将以新郎身份 第二次再来 与他完美的心腹 共赴婚礼的喜宴 凡在基督里的人 都会被坚固到底 直到那大喜的日子 他不是说过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吗 他也说过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神在人身上 所做的恩典之功 绝非皮毛的改造而已 甚至在人心内部的新生命 乃是由生生不息 永远长存 永不朽坏的种子 萌发出来的 神给信徒的应许 也不是暂时性的 其成就牵涉到 信徒坚守真道 直到得享那无尽的荣耀 我们是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导墨是要显现的救恩 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 因此这不是出于 我们个人的功劳或能力 而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 及白白得来的礼物 信徒乃是为耶稣基督 保守的人 凡在他羊圈里的羊 一只也不失落 凡数他的肢体 一个也不灭亡 凡归在他宝库里的宝石 直到他做成珠宝的那天 一喝也不会遗失 因信而得的救恩 不是只能维持几个月 或几年即失效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已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既是永远 就是没有终止的一天 保罗清楚声明 他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能蒙主兼顾到底 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都无可责备 能蒙主保守 一直都无可责备 实在是宝贵无比的福气 只是保平安 远不如保持圣洁 有时你会在教会 看到一些原本前景的人 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 吕犯不诚实的罪行 他们没有相信 主有保守人 无可责备的能力 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一生却活在一连串的 跌倒失败中 虽然他们没有全然扑倒 但也很少稳稳站立 这与信徒的身份 是大不相称的 圣经告诫我们 要与神同行 靠着信心 我们能逐渐趋于 坚定稳固圣洁 无可责备 事实上 我们也应该如此 主不仅能救我们 脱离地狱 还能保守我们 免于灭亡 我们不必每次 都向试探屈服 圣经上不是说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吗 主能保守信徒的脚步 只要我们信靠他 他必能放手这么做 我们无需玷污我们的衣袍 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可以保守他们 免于被世俗的罪恶所污染 我们必须这么做 因为若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勉励 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当追求的 也就是盟主兼顾到底 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应许 到末后那荣耀的日子 我们可以免受任何的指责 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敢质疑 我们盟主救赎的身份 我们固然软弱 常为自己的罪孽忧伤 但这些不是敌对基督的那种罪 不足以证明我们是部署基督的 因此 我们必须远避假冒伪善 欺诈恨毒 胆逆于罪等邪刑 因这类罪是遭人诟病的深重之罪 尽管我们软弱跌倒 但圣灵能在我们心中动弓 使我们的人格在众人面前无暇无私 这样 我们就像戴伊礼一样 不致给好批评的人抓到把柄 除了信仰之事以外 不会遭到太多的指摘 许多虔诚的信徒 他们的生活见证是如此清白透明 表里如一 无人可挑他们的毛病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主必能像当日对着撒旦称赞约伯一样 形容许多圣徒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 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你必须追求这从主来的称赞 这是圣徒的凯歌 无论羔羊走到那里 他们也跟到那里 在永生神面前保持自己的连接 但愿我们永不要偏行几路 误入歧途 让仇敌找到亵渎神的把柄 圣经如此形容真基督徒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但愿这就是我们的写照 如果你才刚步上信仰之路 主也能赐给你无可指责的性格 即使你过去曾涉足罪污中 神可以帮助你完全戒除旧日的恶习 使你成为美德的典范 它不仅能使你合乎道德 还能使你恨恶一切错谬的行径 追求圣洁 切莫怀疑这点 罪魁不一定要比圣洁的信徒 落后一步 相信这点 你的信心将使你迎头赶上 但能在大审判的日子 无可指责 是何等喜乐 我们可以毫无愧难地 与圣徒同声唱和 在那大喜日子 我必坦然无惧地站立 谁能控诉我任何罪行呢 因主已赦免我一切罪孽 解除罪的浩大咒诅与非难 钦层多夫 当天地都在宇宙的审判者面前废去时 我们却能坦然无惧地坚立 这是何等大的福分 这福分将归属每一个单纯仰望神 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 并靠着这神圣大能 与一切罪恶奋战到底的人 信徒的奸人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见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 所存的期望 为那些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底的人 带来莫大的安慰 但是为何保罗深信这些弟兄 必会盟主保守 坚固到底呢 请读者注意 保罗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使徒保罗不是说 你们是信使的 人的信用是非常不可靠的 如果眼云烟一样 虚幅不定 保罗不是说 你们有信使的牧师 引导带领你们 因此 我相信你们必蒙保守 如果我们是被人保守 那一定非常不安全 保罗说的乃是 神是信使的 如果我们在人面前显为信使 那是因为神是信使的 我们得救的所有负担 都应该泄放在 永约之神的信使上 因救恩本来就 维系在神信使的属性上 我们如风一般善变 如蜘蛛网一般不坚实 如水一般软弱 我们自然的天性 或属灵的造诣 根本是不可靠的 然而神却是 永远信使可靠的 他的慈爱是信使的 在他没有转动的阳 他也不知什么是善变 他的旨意 也是信使的 他绝不会随便开始一个计划 后来却让他搁在那里 不了了之 他与人的关系 也是信使的 身为人的父神 他绝不撇弃他的儿女 身为人的朋友 他也不会背弃他的子民 身为人的创造者 他不会放弃他手所做的功 他的应许也是信使的 绝不会让其中任何一个失落 不实现在信徒身上 他的约也是信使的 这约是他在耶稣基督里 与人定立的 而且以他舍命的宝血 加以确认 他对圣子是信使的 绝不会让他的宝血 突然流淌 他对其子民也是信使的 应许赐他们永生 且绝不撇弃他们 神的信使 是我们得以兼顾到底的 盼望之基础及防角石 圣徒所以能圣洁到底 是因为神的恩典 必坚持到底 他会赐福到底 因此信徒也必蒙福到底 他会持续不断地 保守他的子民 好让他们得以 继续遵守他的命令 这是我们可仗势 倚靠的坚固基石 也与本书的书名 都是恩典 和谐一致 如果把得救的历程 比作一天的时间第一 那么黎明所敲响的 白白恩典 即无限慈悲的福音 也是鸟绕回荡到 日落那恩典的甜美铃声 你明白了吗 我们所以能兼顾到底 末日在神面前 无可责备的盼望根由 乃在于神自己 在他里面 这些凭据多得数不尽 首先 我们盼望的根由 乃在神所完成的功 为了祝福我们 他已走了漫长的路 不可能再掉头往回跑了 保罗提醒我们 神选召我们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他不是已选召你我了吗 那么他就不会收回护照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 是没有后悔的 他的恩召 绝不突然失效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是神工作程序的 不变法则 当然 还有一种普遍的护照 以及圣经所谓 被召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但我们现在所思想的 是另一种护照 以为蒙神特别倦爱 得这蒙照 所当得的福分 这指的乃是以蒙照的人 及亚伯拉罕的后裔 主形容这类人为 你是我从地级所领来的 从地角所召来的 且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你 我拣选你 并不弃绝你 从神所做的一切 我们获得强有力的理由 深信我们必蒙坚固到底 将来也要享受极大荣耀 因为神照我们 就是要我们与他儿子 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也就是有分于耶稣基督 所想的一切特权 请你仔细思想其中的含义 如果你真是蒙神恩选照的 你就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与他共同享有一切荣耀 因此 你在至高的神眼中 是与他同等的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亲身担当你一切的罪孽 为你成为可咒诅的 但同时 他也成为你的义 好让你在他里面得以称义 你属基督 基督属你 就如亚当代表 他的一切后义一样 主耶稣也代表 一切在基督里的人 就如夫妻是一体的 同样 耶稣和因信与他联合的人 也是一体的 这联合是如此牢固 永远无法拆散 不仅如此 信徒也是基督的肢体 借着仁爱活泼永恒的结合 联主与基督 神呼召我们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一同得分 与基督共享荣耀 基于这个事实 他给我们凭据 让我们知道 我们闭蒙坚固到底 如果我们离了基督 那就可比可怜 成为衰败的个体 很快就分解 趋于灭亡 既然我们是与主合一的 我们就能分享他完美的性格 享有他那不朽的生命 我们的命运是与主的命运 息息相关的 除非他也可能被打倒 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灭亡 请深思与神子一同得分的含义吧 因为你蒙兆原是为此 你的一切盼望也基于此 既然你与主密切合一 他是如此富有 你就不可能贫穷 既然你与这位拥有天地的主 是合伙人 窘困的需求就永不会临到你 你也不会轻负 因为虽然这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 赤贫如洗 完全破产 连偿付他那身重罪债之一 小部分的能力都没有 但是只因为他的另一合伙人 富有的超乎人所能想象 其财富多得没有穷尽 他就永不会倒闭 基于这样的合伙关系 你已被提升 超越任何时期的经济不景气 未来难以预料的变化 及一切军告中的震惊 神选召你 为让你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借着此行此举 他已将你摆在坚固牢靠 永不动摇的地位上 如果你是真基督徒 你就是与主合一的 因此也是平安稳妥的 你不明白 事实也必须如此吗 如果你真的及神那永不撤销的功 与基督联合为一 你就必须被坚固到底 直到他再度显现的日子 基督与相信他的罪人 是在同一条船上 除非基督沉溺了 他的信徒永不会被水淹死 耶稣已将他的熟民 与自己紧密连锁在一起 除非他自己先被打倒 征服羞辱了 他所买熟来的人 一个也不会受到伤害 他的名字 就写在公司行号的最前面 除非他先倒闭 我们不必担心有生意失败的危险 因此 让我们怀着无比信心 迈向不可知的未来 与基督永远联合为一 如果世人呼喊说 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 是谁呢 我们必欢然承认说 我们就是那倚靠耶稣 而且将来 还要更加倍地倚靠他的人 现实的神 乃是一源源不绝的喜乐权 与神子一同得分的福气 则是一条长意的喜乐盒 知道这些荣美的事 我们就不可能被挫折击倒 不 相反的 我们要与使徒一起欢呼 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结语 如果你并没有一步一步 跟着我读完这本书 我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读书本身价值甚小 除非略过心灵的真理 能一一被捕捉 拥为己有 并实际在生活中旅行 这就好比一个人 看到食谱里有许多食物 却因为没能亲身去品尝其中一二 而仍然鸡肠碌碌 即使我和你相识 也是突然 除非你也确实紧紧抓住我所信的主耶稣基督 我自己这一方 是很恳切地详使你受益 为此 我也确实尽力了 如果到头来 我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异处 因为我一直渴望能赢得此项特权 我就太遗憾了 在写这一页时 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你 不时放下笔来 低头为每一位读者恳切祷告 我深信绝大多数的读者 都会借此书蒙福 即使你拒绝成为其中的一员 但你为何要拒绝呢 如果你不想获得我给予与你分享的上好福分 至少你要公平待我 不将你终局的灭亡 拐罪到我头上来 当我们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再度相遇时 你就不能控诉我 枉费了你读我这本书所投入的注意力 神知道 我写每一行都是为叫你得永恒的益处 现在我诚心紧握住你的手 你是否感觉 这一窝含有兄弟的手足温情 当我凝视着你 问你说 你何以要灭亡时 我的眼睛不禁饮满泪水 你为何不替你的灵魂着想呢 你甘愿因粗心大意 而就此沦亡吗 哦 切莫如此傻 请仔细衡量这些严肃的事情 确保自己拥有永生吧 你为何必须如此行 你能做到吗 我切切恳求你 不要离弃你的救赎主 反过来说 假设我的祈求蒙神垂听 你在本书引导下 信了主耶稣 并靠着神的恩典 从他领受了救赎之恩 那么请你继续保持这教义 及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让耶稣成为你一切的一切 也让白白之恩成为你生活形式的主要导演 没有别种生命 像蒙恩的生命那般充实 领受神一切丰盛的恩惠 能保守人的心灵 不知自依自傲或自爱自怜 陷于自我定罪的绝望中 相反的 它会使人的心灵越来越温暖 充满感激之情与爱 渐渐地在人的灵魂深处 创造出一种耿蒙神悦纳的情愫 而非出于奴婢式的畏惧 那些想靠个人努力得救的人 根本不知道靠着神的恩典 白白得救那种虔诚的喜悦 神圣的温馨 广辉的热忱 是什么滋味 企图靠自己得救的奴隶精神 绝对比不上被神接纳为儿子的喜乐之情 靠些微的信心称义 总比靠奴隶性的苦力自救 或即莫守遗闻 妄想爬上天堂的假基督徒 更具有实质的美德 信心是属灵的层次 神是灵 所以也喜悦人以心灵与诚实敬拜的 多年的南南祷告 上教堂聚会 守遗闻 服侍等 在耶和华眼中可能是可增之物 而出于真信心的眼睛之一瞥 则是属灵的 因此也是神所看重的 耶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所重视的是内在的属灵的方面 只要这部分纯正 其余的自然慢慢会跟着步上正轨 如果你自己已经得救了 务必也要关心别人的灵魂 你的心不会觉得充实 除非他肯切地想去关怀别人 祝福别人 你灵魂的生命端赖信心 他的健康与否 则在乎其中是否有爱 不曾有领人归主之热肠的人 他自己绝不会体尝到爱的滋味 因此基督徒要勤作主功 勤作仁爱之功 先从个人的家庭做起 再将神的爱散播给邻居 进而扩充到 你所居住的那条街 整个城镇 无论你走到那里 愿神的道 也随着你的教宗 散播到那里 愿我们在天堂相见 千万不要沦落地狱呀 一旦进入那凄惨之境 就不可能有回头的余地 既然天堂之门已在你眼前敞开 为何你仍执意踏上死亡之境呢 请不要拒绝白白的赦罪之恩 这是耶稣基督赐给凡信 靠他之人的完全救恩 切莫迟疑言大 你考虑够久了 采取行动吧 现在就相信耶稣 立刻就做完全的决定 今天就到神面前 把你心中的话向他倾吐 是的 就在今天 记住 灵魂啊 要把握现在 否则后悔莫及 现在就做决定吧 否则等一切都太晚了 那就太可怕了 再一次的 我要叮咛你 让我们在天堂相见